第861章 焚饰火莲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轩辕问天的异状让小妖后和凤雪妮短暂疑惑 但马上 他们便忽然感觉到轩辕问天的杀气疯狂的暴涨 而且杀气锁定的赫然是云彻 而且只有他一人 两女心中同时一咯噔 而轩辕问天也在这时一声怒吼 整个人像是蛰伏的野兽带着漫天黑气冲来 凤雪妮和小妖后 闪电般迎上 两股神炎如火山爆发 将轩辕问天卷入其中 滚开 轩辕问天一箭轰出 在火海中划出一道漆黑的剑壶 煞石 上万道剑芒从永夜魔剑上爆发 每次剑芒都漆黑且扭曲 就像是来自地狱裂缝的万千鬼影 就连发出的司空声也如地狱名豪般森然 擦擦擦擦擦 漆黑剑芒冲入弥天火海 互相坟灭与撕裂的声音比空间破碎的声音更加刺耳追星 但薛元问天的力量终究要远胜凤雪妮和小妖后 黑暗剑芒虽然被坟灭大半 但凤凰岩与金屋岩也被撕裂的破碎不堪 薛元问天第二剑轰出 一道黑光在崩碎的火海之中猛烈爆开 凤雪妮与小妖后同时闷哼一声 被黑暗剧力狠狠先飞出去 玄力防御险险没有破碎 他们还未能回过神来 周围忽然黑光闪动 空间在扭曲中快速紧锁 两道漆飞光幕也随之收拢 死死地束缚在两人的身上 让他们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 黑暗囚龙 但薛元问天却没有借此继续追击 甚至看都没看的他们一眼 带着冲天的杀气直冲云彻而去 云哥哥 凤雪妮大惊失色 他和小妖后 两人都根本无法抵挡薛元问天的攻击 又何况云彻一个人 小妖后 小妖后在黑暗囚龙中奋力挣扎 眉心间金屋印记印线 释放出刺目的金芒 身上熄灭的金屋岩也猛烈燃烧 然后在砰的一声巨响中 生生摆脱了黑暗囚龙 脱离黑暗囚龙的小妖后 全身火焰聚拢在双手之上 一把金色的火焰巨剑在虚空中延伸 猛烈批斩向薛元问天的后背 黄金断灭有着最极致的坟灭能力 纵然是强如薛元问天 被直接击中也必定受创 小妖后丝毫不指望能以此重伤薛元问天 而是要逼他回身防御或者避开 但薛元问天却似是毫无察觉 丝毫没有要撤身避开或回身抵御的样子 依然直冲云彻 永夜魔剑黑气升腾 然后骤然刺向前方 云彻 死吧 剑尖之上射出一道巨大漆黑剑芒 撕开一条暗黑色的空间通道 带着蔑视之威射向云彻 这道剑芒射出的那一刹那 连远在数十里之外 还隔着一层护城结界的众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可怕至极的地狱阴风与死亡气息 萧云等人眼睛瞪大 发出惊恐的吼叫声 就连云青红也是眼瞳咒索 云哥哥 一声暴响之中 凤雪尼也强行挣脱了黑暗囚龙 但却已根本来不及阻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暗剑芒 距离云彻的胸口越来越近 浓烈到极致的黑暗重压与死亡气息 让云彻全身如垛冰枯 他拼尽全力后退 全身旋力更是疯狂释放 风云所日 邪神屏障张开 但近在咫尺的依然是清晰无比的死亡气息 不行 云彻眼神一凝 青色的悬钢之芒从他左臂射出 迎向了漆黑剑芒 同时他身上的火焰瞬间化作蓝光 随着他的快速倒退 数十颗冰仪之树在他的脚下快速生长 中间还横穿着上百道厚重冰墙 论毁灭之力 冰仪神宫远远不及凤凰岩与金屋岩 但若是纯粹的防御 冰仪神宫有着巨大的优势 碰 一声巨响 悬钢与黑暗剑芒狠狠相撞 刹那之间 悬钢直接溃散 黑暗剑芒带着死亡明豪继续向前 在连串的爆裂声中将所有冰仪大树与冰墙全部轰碎 穿过所有冰层的黑暗剑芒已被削减了小半 但依然释放着可怕无比的压迫力狠狠撞击在云彻的身上 一声尖锐之急的撕鸣 邪神屏障裂开无数的裂痕 然后直接破碎 黑暗剑芒也随之崩裂 但力量余波依然扫在了云彻身上 将它远远轰飞出去 黑暗剑芒虽然崩碎 但不朽的剑意将云彻笼罩其中 在云彻的身上瞬间切出上百道伤口 云彻迅速燃起凤凰岩 才将这些可怕的剑意全部坟灭 而与此同时 小妖后的黄金断灭也狠狠地轰击在轩辕问天的后背上 金色的火焰之下 轩辕问天身上猙獰可怖的黑暗魔器 被轻而易举地切开 黄金之芒疯狂释放 坟灭所有的抵御之力 在轩辕问天的背上猛烈爆开 轩辕问天一声惨叫 后背飙写 飞出的赤黑鲜血 又马上被金乌岩完全坟灭 空气中快速散开一股刺鼻的焦虎味 而它整个人如炮弹般 狠狠地横飞了出去 但薛元问天手中的咏夜魔剑 却在这时忽然离手飞出 飞射出一道 带着滚滚黑气的剑芒刺向小妖后 残存的惊炎 没有能阻挡咏夜魔剑的可怕剑芒 炎幕被瞬间刺穿 小妖后闪身之下 黑暗剑芒依然刺在了它的左臂之上 小妖后顿时一声痛苦的低营 身体连退束十丈 左臂和嘴角都滑下烟红的血迹 但它全然没有去理会伤势 甚至不顾会导致伤势剧烈恶化的后果 在下一个瞬间 猛然爆发出全身旋力 一朵巨大的纯金火莲 在下方爆裂的绽放 释放出太阳般的金色光芒 笼向下坠中的薛元问天 另一边 凤雪泥的凤凰炎力也全力爆发 穷顶之上 一朵赤红莲花傲然绽放 转瞬之间 便曾叠起千层花瓣 铺满了树里的空间 然后带着焚天灭地之威照 向薛元问天 靠近之时 所有的火焰花瓣瞬间收拢 下方金屋焚尸路的炼狱火莲 上方凤凰颂试点的焚星妖莲 两朵这世间最极限的神颜火莲 在钥匙的颜光之中 笼合在一起 将薛元问天无情地埋葬其中 哄 两朵炫焰到极致的火莲 同时爆发出了 恐怖到无法形容的灾难之力 所产生的力量风暴 将在薛元问天攻击下 刚刚缓过气来的云彻 狠狠冲飞出去 火莲爆发的声音轰天阵地 而妖黄城中 却是死寂一片 所有人都是嘴巴大张 双目发直 一再幻梦之中 视线之中 除了无尽的火光 再也没有其他 被这两朵世间 最可怕的火莲同时埋葬 纵然强如黄极无欲 驱风意志等绝世强者 也会在短时间内 被完全坟灭成虚无 绝无半点幸存之力 但 小妖后和凤雪尼的脸色 却没有丝毫地松弛 火焰在他们身上 剧烈地燃烧着 他们张开的双手 在竭力地持续找火莲之力 因为两朵火莲的中心 可怕黑暗气息 并没有被葬灭 而是在狂躁地挣扎 而且挣扎得越来越猛烈 碰 一道黑光 忽然刺穿火莲 击事而出 随之是两道 五道 十几道 小妖后和凤雪尼脸色沉重 身上火焰再次生疼 将那十几道黑光 艰难地压回 被重新压制的黑暗气息 似乎在两朵焚饰火莲的神威下 已到了极限 挣扎忽然开始变弱 然后一点点沉寂了下去 但还未等小妖后 和凤雪尼 稍稍输一口气 一声闷雷般的咆哮 响彻在虚空 以及他们的心魂之中 哄 如沉睡万年的上古恶兽被惊醒 一道黑光 已拢在一起的两朵火莲为中心猛烈地爆开 黑暗瞬间压过了灼目的阎光 弥漫了整个天地 而两朵焚饰火莲 也同时粉碎成为万千火焰碎片 散落向周围千疮百孔的大地 凤雪尼和小妖后 如被来自深渊的炼狱之锤轰重 全身锯窗 在黑暗风暴中如残叶般倒飞了出去 无暇的彩衣与火红的凤衣被血液瞬间染红 轰破两朵神炎火莲的轩辕问天全身焦黑 但身上的黑暗气息依然如魔神般恐怖 口中更是发出傲然的大笑 就凭你们也想杀了本尊 痴人说梦 哈哈哈哈 而就在他从火帘中脱离的那一刹那 云彻的身影如流星般穿过层层黑暗风暴 来到了他的身后 截天珠魔剑凝聚着他所有的力量 狠狠轰向了轩辕问天 灭天绝电 轰 轩辕问天的大笑戛然而止 黑暗风暴的轰鸣声还未散去 又传来一声九天旋雷般的巨响 截天珠魔剑 结结实实地轰在了轩辕问天的后背上 轩辕问天的身躯猛地下沉 任他实力再强 刚刚才强行脱离两大火帘的埋葬 黑暗旋力短暂亏空 也无法完全抵挡来自云彻的全力一剑 这一剑 直接砸入了轩辕问天的身体 珠红色的剑身 在他后背 整整嵌入了一寸之身 被截天珠魔剑所伤 带来的痛苦 让轩辕问天 发出绝望野兽般的嘶吼 他一双眼睛 陡然释放出恐怖的黑芒 后背的肌肉层层鼓起 然后猛烈爆开 数十道血剑 直喷到百丈之高 一股可怕无比的黑暗距离 也狠狠震在了截天珠魔剑 和云彻身上 云彻一声闷哼 截天珠魔剑险些脱手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线 远远飞去 本尊要将你 碎尸万断 轩辕问天的后背血肉模糊 一道长长的珠红光芒 深深印在他的后背上 急行般的痛苦 刺激着他的愤怒与疯狂 他像是一头 被激发了所有兽性的野兽 嘶叫着冲向云彻 小妖后刚刚停住身体 便看到这让他身心俱正的一幕 他再也顾不得伤势 竭力腾空而起 拦在了轩辕问天的前方 十几道金屋檐仓促燃起 迎向轩辕问天 小妖后如今不但内外皆伤 火连被粉碎的反噬 还让他全身玄器大乱 所轰出的金屋檐 威力远不如前 又岂能挡得住 虽然受伤 却力量却没有多少 衰减的轩辕问天 轩辕问天 缠绕着黑漆的手掌一扫 一只漆黑大手 从虚空中伸出 瞬间将所有的金屋檐湿灭 小妖后目光冰冷 双手勉强拧起黄金断面 斩在了漆黑手掌上 扑的一声闷响 黄金之言被直接震散 小妖后脸色一白 一口血溅喷出 意识瞬间崩离 娇弱的身躯 无力地向下方坠去 本章完 第862章 绝望之魂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既然你想第一个死 那本尊就成全你 云车的体质强横无比 虽然她如今的实力远不如小妖后和凤雪妮 但若论躯体强度 两女加起来都不及她一人 轩辕问天 刚才暴怒之下的反正虽然恐怖 但还不至于让她受到严重创伤 小妖后挡在轩辕问天身前时 她已在半空中恢复了行动能力 小妖后在轩辕问天手下重伤坠落 云车却忽然发现 轩辕问天竟没有继续冲向自己 而是忽然下坠 抓向了一短暂失去意识的小妖后 这一幕让云车大惊失色 住手 咆哮声中 云车脚踩幻光雷击 根本无从顾及 这是否是轩辕问天的引诱独谋 封了一般的主动冲向轩辕问天 但她的速度 又岂能追得上轩辕问天 死 云车牙齿紧咬 目自静裂 同谋之中猛地闪过一抹蓝光 龙 魂 领域 好 苍蓝龙影浮空而现 释放出了震慑天地的龙神威压 在充斥着上古龙神神威的精神领域之下 薛园问天全身一颤 周身黑气如潮水般褪去大半 速度也骤然下降 而一道燃烧着凤凰火焰的天狼之影 从后方呼啸而至 狠狠轰击在了她的后背上 碰 一声巨响 薛园问天本就血肉模糊的后背再度炸开大片血肉 甚至露出了微微发黑的背骨 整个人如射出去的炮弹般飞坠而下 重重砸落在地 云车微吸一口气 以心神碎影快速闪身 接住下坠中的小妖后将她牢牢抱在怀中 薛园问天从地上弹射而起 口中发出着狂躁到极点的怒吼 她身上的伤明明已触目惊心 但释放的黑暗摩西却没有衰弱多少 依旧沉重地让她们喘不过气来 而反观凤雪妮和小妖后 两人不但以旋力大号 而且都受了相当之重的内伤 尤其是小妖后 体内的玄气已混乱到近乎完全失控 云德德 你没事吧 凤雪妮急急地飞了过来 挡在了她和小妖后的前方 而她身上燃烧的凤黄炎 已明显有些虚弱 我没事 云车轻声道 而一只手掌在这时按在了她的胸口 将她轻轻推开 小妖后恢复了意识 挣扎着离开云车的扶持 被鲜血染红的小手上 再次燃烧起华丽的金色火焰 薛园问天腾空而起 那张魔鬼般的面孔 再次出现于她们的正前方 阴森沉重的黑暗与杀鸡将她们死死笼罩 你们竟然 又一次伤了本尊的魔趣 这次 本尊会彻底地 把你们永远地送入地狱 云车眉头低沉 紧握截天珠魔剑的双手 指节发白 三个月前 凤雪尼的旋律都有着层面上的飞跃 本以为足以对付异变的轩辕问天 没想到 时隔三个月 轩辕问天 比这三个月前更要强大得多 结合他们三人之力 都完全不是对手 不行 如今的状态 已根本没有了半点战胜她的可能 继续下去 唯一的后果 就是全部死在她的手中 妖皇城 也会马上遭遇灭顶之灾 到底该怎么办 怎么办 死吧 轩辕问天的身上 卷起遮天黑芒 凤雪尼和小妖后的旋力 已大幅度衰弱 她的权力一击 两人再也不可能接得下 而这时 云车忽然向前 大吼一声 焚绝尘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难道就任由她如此摆布 你的身体和力量吗 她的话让轩辕问天一愣 然后私生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云车 死到临头 你居然还在梦想着 那个卑贱的灵魂 像三个月前那样来救你们 本尊先前不查 没有清理彻底 那个卑贱的灵魂 才让她在三个月前 坏了本尊大事 到了现在 你难道还天真的认为 她能继续苟存到今天吗 不要说她的意识 就连她灵魂的残渣 都已被本尊 完完全全地抹杀 连一丝存在过的痕迹 都没有留下 轩辕问天的话 云车却是充耳不闻 她看着轩辕问天的眼睛 冷声道 焚绝尘 你为了得到强大的力量 承受了别人百事 都无法承受的痛苦与折磨 这样的你 难道会就这么轻易地 败给这个丑陋的恶魔 你追求这些力量 为的就是报仇 而你最想杀的人 就是轩辕问天 因为她对你 不但有着灭族之仇 更是造就你 所有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 但你到了今天都没能报仇 反而让自己的躯体 还有承受无尽痛苦得来的 复仇之力 被自己最想杀的人所得 为她人神共分的野心 做了嫁衣 这是何等巨大的仇恨与屈辱 你有着胜过所有人的 自尊与骄傲 难道却甘心 带着这样的仇恨与屈辱 永远地消失 难道你就真的只是一个 很轻易抹杀的懦夫 泽泽 多么卑微可怜地挣扎 轩辕问天伸出手掌 轻蔑地道 你还不如直接向本尊跪地求饶 说不定 本尊撕碎你的时候 会让你留下那么一两根骨头 可惜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黑气暴动 轩辕问天一找抓来 周围空间瞬间紧锁 小心 凤雪泥身上火焰爆发 先于小妖后迎向轩辕问天 轩辕问天面孔猙獰 手掌穿过火焰 直轰凤雪泥心口 死吧 他的吼声还未完全出口 便末地中断 就像是被人忽然扼住了喉咙 一张面孔也忽然定格 就连轰出的黑暗手掌 都偏离了方向 轰的一声巨响 本对轩辕问天并无威胁的凤凰岩 穿过忽然失控的黑气 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面门上 轩辕问天一声惨叫 被直接轰翻了出去 全身被赤红火焰迅速包裹 一击将薛辕问天轰飞的凤雪泥 顿时愣在了那里 啊 怎么回事 薛辕问天手忙脚乱地熄灭 身上的凤凰岩 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难以置信到极点的表情 就像是活生生地见过了真正的鬼神 而云车的脸上 一下子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薛辕问天一声怒吼 双目中再次涌现狂暴的凶光 他一把抓起永夜魔剑 横空砸向了云车 但他才刚刚腾空 便忽然全身一颤 整个人直挺挺地栽了下来 全身不住地摇晃 颤抖着 不可能 本尊明明 已经把你彻底 不可能 焚绝尘 是焚绝尘 云车惊喜地喊道 他方才呼唤焚绝尘 仅仅是无计可施下的试探 内心深处 并没有 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三个月前 轩辕问天 察觉到焚绝尘的意识 还有残留下 定然会用尽一切方法 将之彻底抹除 但 焚绝尘的意识 居然依旧没有被完全抹灭 甚至 那抹不甘 不屈的灵魂 此刻爆发出的力量 分明在极大程度上 影响了轩辕问天 这是焚绝尘 用他仅存的意识 为他们博得的希望与生机 云车顿时如闪电般冲了上去 截天珠魔剑 重击在轩辕问天的身上 轩辕问天失控的躯体 甚至没有做出抵御的动作 便被距离掀起 一剑砸到树里之外 还未等他起身 云车已再度冲置 凝聚全身力量 燃烧着金屋岩的截天珠魔剑 疯狂地轰击在轩辕问天的身上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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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力量层面不及轩辕问天 但截天珠魔剑 对魔道旋律而言 是梦冶一般的存在 云车的每一剑 都会带起轩辕问天一声惨叫 地面也在阵战中 剧烈崩裂 啊 轩辕问天痛苦地吼叫着 身上消散大半的黑气 忽然间暴涨 将云车狠狠震开 他身体摇晃 口中剧烈喘息 然后撞弱癫狂地冲向云车 碰 截天珠魔剑 和轩辕问天黑暗手掌正面撞击 云车全身一颤 双臂剧痛 被震飞到百丈之外 胸腔内气血翻腾 他猛地抬头 大吼道 焚绝尘 以你现在的样子 这辈子都已不可能亲手报仇 但 如果我活过今日 终有一天 我会亲手杀了轩辕问天 云车的这声大吼 仿佛万千毒针 扎入了轩辕问天的心魂 刚刚被他压下的残魂 忽然迸发出了猛烈到难以置信的力量 将他的意识死死地冲击 缠绕 轩辕问天一声惨叫 刚要扑出的身体 一下子跪了下去 双手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头颅 痛苦地全身净卵 啊 什么 为什么你 还没有 死绝 因为他是焚绝尘 云车一声怒吼 截天珠魔剑 凝聚着他所有力量 砸向了轩辕问天 在轩辕问天意识崩溃之下 身体和力量 已大幅度脱离了他的控制 被云车的这一剑 狠狠地轰在了头颅之上 哄 轩辕问天的脑袋里 如同飞进了千万只苍蝇 一片嗡鸣血肉模糊的身躯 像捆稻草般横飞了出去 你 薛元问天趴在地上 全身抽出色缩 连续挣扎了数次 都没有能站起身来 他转过头来 一双释放着漆黑光芒的眼睛 死死盯在云车身上 他扭曲着面孔 刚要说话 忽然看到小妖后和凤雪泥 也已追来 站到了云车的身侧 走 说出这个字的同时 轩辕问天口中的五颗牙齿 被他同时咬断 永夜魔剑飞速而至 将他带起 如黑色雷电般 飞向了北方 本章完 第863章 魔幻爆发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休想逃走 看到轩辕问天忽然远顿 小妖后不顾伤势 强宁旋力 以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 彩衣 不要追 云车大声喊道 但小妖后却是充耳不闻 冰冷的同眸中 闪动着彻骨的恨意 不好 云车一咬牙 再也顾不得其他 全力追向了小妖后 凤雪泥也连忙紧随其后 战局忽然发生了 可谓莫名其妙的变化 本是有着压倒性力量的轩辕问天 忽然像是 失去了所有力量 在云车一个人手下溃败 然后竟全力逃顿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对妖皇城中的人而言 这个变化 无疑让他们的心 一下子从深渊之底缓和过来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轩辕问天 在漆黑大剑的带动下 以惊人的速度逃向了西北 云车三人紧随其后 也很快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发生了什么事啊 云外天正然道 云青红动了动眉 忽然道 天下凶 我们跟过去看看 好 天下雄徒 毫不犹豫地点头 两大家主同时冲出结界 飞向了西北方向 轩辕问天身上的力量 绝对足以完胜云车三人 但焚绝尘不屈的灵魂 又一次苏醒 最可怕的 是这个不屈藏魂苏醒的地方 并非是他灵魂之外 而是在他的灵魂世界中心苏醒 在焚绝尘残魂的激烈冲击之下 他空有强大的 魔躯和力量 却已根本无法自主控制 若不逃顿 就真的会有被云车三人 就此击杀的可能 他能强行动用的那部分黑暗旋力 此刻全部用在逃顿之上 混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没有死尽 你不过是本尊手下的一枚可怜棋子 一个生来救 灵魂残缺的可怜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在本尊的力量下 残存到今天 轩辕问天满脸痛苦 声音沙哑 他眼前恍惚 头痛欲裂 全身冷汗如雨而下 后方 小妖后紧紧追赶 但魔剑的速度太快 他用尽全力 却始终无法追击 幻妖界的土地 在他们的脚下迅速倒退 大半个时辰后 魔剑带着轩辕问天 冲进了五行域 五行域的中心 就是他到来时降临的地方 常年把守着 十数万众军的五行域 此刻却是死寂一片 远远望去 破败的土地上 有道道诡异的烟雾在卷动 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褐色的地面上 散落着大量的黑痕 就像是被坟灭后 留下的漆黑灰烬 五行域的景象 让云彻眼神一阴 下方荡动的黑色雾气 传来的分明是黑暗魔戏 很显然 这里原来的守军 已全部葬身在 轩辕问天手下 同时也意味着 这里极有可能就是轩辕问天到来时的地方 魔剑带着轩辕问天 一直飞到五行域的中心 那里 一个小型旋阵正在缓慢旋转 释放着并不强烈的白色悬光 在旋阵的旁边 轩辕问天停了下来 他转过身 看向穷追而至的小妖后三人 声音中四分痛苦 六分怨恨 本尊 再让你们多活 几个月 同样的事情 绝不会有第三次 三个月后 本尊的魔血 就会完全觉醒 到时候 你们 好好的 等着 说完 轩辕问天一声嘶吼 浮入了空间玄阵之中 瞬间消失不见 就算要下地狱 本后也要将你挫骨扬灰 纵然轩辕问天 已消失在空间玄阵之中 小妖后的脚步 依然没有刹那的停止 而是直接冲向了玄阵 彩一 不要过去 云彻大惊失色 雪泥 拦住他 小妖后绝不是个冲动之人 相反 他几乎在任何时候 都冷静得可怕 但唯独面对轩辕问天 弑父之仇 霍乱之怨 灭族之恨 何止是不共戴天 小妖后姐姐 不要 凤雪泥急声交呼 手忙脚乱地释放出 十几道凤凰剑 轰在小妖后的前方 严厉释放时爆发的气场 让小妖后 伸势一缓 后方的云彻飞扑而至 将他牢牢地抱住 小妖后奋力挣扎 混乱的眸光 死死地盯着 尽在咫尺的空间悬阵 但云彻的双臂 如铁箍般 将他牢牢锁住 许久 小妖后的挣扎 终于弱了下来 逐渐地越来越弱 当眸光中的混乱散去时 他整个人完全虚脱 缓缓地软倒在云彻的怀中 奶白色的小脸上 两道清澈的泪痕 无声滑落 彩衣 没关系 云彻轻轻将他拦住 你的仇恨 就是我的仇恨 今天我们杀不了他 但我们夫妻齐心 终有一日 会让他血债血偿 小妖后没有出声 在云彻的怀中 轻轻闭上了眼睛 雪捏 把那个玄阵毁掉吧 云彻转头道 天玄大陆 与幻妖界相距极远 要铸造一个连接 两片大陆的空间玄阵 必定要耗费 大量的资源与时间 回去玄阵 薛元问天 纵然明天就完全恢复 短时间内 也不可能再进番幻妖界 凤雪泥汉手 小手轻舞 一道凤凰岩轰入玄阵 一声轰鸣 空间玄阵 以土崩瓦解 白光四散 小妖后 彻儿 你们没事吧 云青红和天下雄徒 急匆匆地飞了过来 看到三人应该是安然无恙 他们大大的输了一口气 复剑 云彻连忙扶着小妖后起身 还有天下家主 放心好了 我们都没事 薛元问天 刚才已经逃回了天玄大陆 他所用的那个空间玄阵 也已经毁掉了 短时间内 他应该是不会再闯来了 那就好 云青红微微点头 他看向四周 一声重叹 本以为换腰中离祸乱 就此安定 没想到却是天降大祸 也可怜了这里十三万守军 唉 天下雄徒 也是重重叹息一声 薛元问天 他竟是如此可怕之人 云青红转过面孔 看向了凤雪泥 眸光顿时变得格外温和 车 还没给为父介绍这位女孩 是 凤雪泥向前 迎迎一礼 晚辈凤雪泥 见过云伯伯 和天下伯伯 不敢 不敢 天下雄徒连忙摆手 身体还有些惶恐的 向后缩了一下 在妖黄城 亲眼目睹着 凤雪泥 堪比小妖后的恐怖实力 他哪敢受她的理 云青红却是坦然受之 微笑道 常听云他们说起 你为了保护串儿 多次奋不顾身 我们夫妻二人这几个月来 日月期盼着能亲身相见 如今总算是得偿所愿 你伯母见到你时 也一定会万分欣喜 面对云彻的生父 凤雪泥和所有平凡少女一样 心里涌动着异样的紧张 保护云哥哥 是雪泥应该做的 云青红哈哈一笑 刚要说话 忽然看到躺在云彻怀中的小妖后 忽然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他连忙上前道 小妖后 你的伤势如何 青红惭愧 本后的伤无须挂念 小妖后默然道 云青红 这次幸亏你果断唤醒护城大阵 才让妖皇城免受灭顶之灾 否则必是造成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 今日之事 你鞠躬至尾 云青红却是苦笑着摇头 若非小妖后赶来 这些也不过是徒劳之功 当不得小妖后如此夸赞 你不但护住了妖皇城 未受毁灭灾难 亦以护城大阵在很大程度上 消耗了轩辕问天的力量 否则 或许就不会是此刻的结局 只是 小妖后抬起头来 这不过是暂时的喘息而已 轩辕问天之可怕 你们今日已亲眼目睹 以他的野心 用不了太久 必然会再次降临 到时 我换妖界的命运 小妖后的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完 但一股巨重无比的压力和阴影 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魂之上 总之 先回妖皇城吧 看到小妖后无恙 所有人才会真正安心 云青红露出一个轻松的表情 刹儿 我们走吧 刹儿 他们都已准备起身返回妖皇城 却发现 云彻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亦没有说话 他表情僵硬 双目发直 对云青红的话毫无反应 就像是忽然失了魂魄 凤雪妮和小妖后 连忙看向云彻 这才忽然发现了她的异状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 僵硬的面孔 竟隐隐蒙着一层黑色 就连她的眼瞳 都隐约渗着一抹异常的黑光 云哥哥 云哥哥 你怎么了 凤雪妮恍然道 在凤雪妮的这声呼喊之下 云彻忽然一声低吟 一下子跪了下去 全身如筛子般剧烈颤抖 面孔不断抽搐扭曲 似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云彻 刹儿 小妖后和云青红也都惊然失色 慌忙来到云彻身侧 云青红沉声道 会不会是和轩辕问天交手时的伤势 忽然爆发 天下兄 拜托你了 让我来 天下雄徒快步向前 伸出的手掌 快速凝出一抹翠绿色的光芒 他们精英一族独有的自然之力 有着极强的治愈和静气作用 何况是帝君层面的自然之力 天下雄徒手掌翻转 带着释放纯净自然气息的翠绿悬光 拍向了云彻的胸口 就在他的手掌 碰触到云彻身体的那一刹那 浓郁的翠绿光芒 如被吞噬一般瞬间消失 天下雄徒手掌一颤 然后如触电般收回 啊 天下雄徒亮呛着后退 口中发出痛苦的身影 整只手臂剧烈的颤抖 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痛苦和惊恐 天下雄 云青红闪电般冲了过去 一把抓过天下雄徒的手掌 竟然发现他的手心 竟是变得焦黑一片 还隐约生腾着微弱的黑气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本章完 第八百六十四章 阴玉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哥哥 你怎么了 受到惊吓的凤雪尼焦心地道 这时 他忽然看到 一层黑气 从云彻的身上 缓缓生腾起来 这层黑气 最初很是稀薄 但逐渐变得浓郁起来 并分明带着一股 极重的阴煞气息 彩衣 雪尼 云彻的手掌死死抓着自己的胸口 痛苦地道 快带我回 金屋雷掩谷 云彻前方的空间快速扭曲 现出了太古旋舟 很显然 云彻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 想要强撑着飞回金屋雷掩谷 是不可能的 必须借助太古旋舟 快走 小妖后快速伸手抓起云彻和凤雪尼 在闪动的白芒之中进入太古旋舟 然后随着太古旋舟一起消失 死 天下雄徒手掌上的剧痛直入骨髓 而这种痛苦和他这一生所受到过的所有伤痛都不同 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冰冷的烧灼感 而以他中期帝君的强大修为 再加上自然之力的庇护 足足十几息 这种痛苦才稍稍被压下 这到底 到底是 冷汗从天下雄徒的额头上不断低落 他常常吸了一口气 看了云青红一眼 短暂犹豫后 说道 刚才的黑气 似乎和轩辕问天身上的有些像 云青红久久无言 然后轻叹一声 思自言自语地道 等车回来后 再问他吧 太古玄州瞬间穿梭至金屋雷掩鼓的入口 小妖后和凤雪尼 带着云车 快速地飞入金屋雷掩鼓中 从他们离开到再次进入 相距上不到一个时辰 穿过沸腾的火焰之地 再次来到金屋雷掩鼓的尽头 还未等停住身体 凤雪尼已是急急地喊道 金屋神灵 求你救救云哥哥 几乎就在凤雪尼声音落下的瞬间 上空便已睁开了那双 蕴含着无尽威灵 与赤裂的黄金眼瞳 在整个金屋雷掩鼓 设下啄目的金芒 你们回来得刚刚好 本尊正有事要问你们 金屋魂灵的声音 带着深深的凝重 方才与你们战斗之人 究竟是何人 他所用的玄弓 又是怎么回事 小妖后急声道 金屋圣神的问询 我们定会知无不言 但请金屋圣神先救治云彻 他现在 云彻蜷缩在地 身上的缠绕的黑气石浓石淡 他全身冷汗 五官都已挤在一起 显然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却死忍着 不肯发出声音 就他 金屋魂灵的声音 颇为不屑 难道他又被天独心神 给伤了不成 嗯 话未说完 金屋魂灵的音调忽然一变 这个气息 正 一道金芒从口中射下 照向云彻 金芒碰触到云彻的身体 短暂停留 煞时 金屋雷眼鼓的光线猛的一变 空中的金色眼瞳骤然放大 后方数百里之内的火海 火山如同遭遇灾难 翻腾起滔天火焰 金屋圣神 小妖后震惊抬头 他无法想象 究竟什么原因 竟会让他如此失控 身为幻妖界的至高神灵 竟像是忽然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惊吓 留下云彻 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金屋魂灵命令到 十二个时辰之内 任何人不得进入此地 包括你们 他的声音格外的凝重低沉 没有半句解释 也没有再追问薛云问天之事 他的反应 让小妖后和凤雪妮心脏狂跳 凤雪妮恍然地道 金屋魂灵 云哥哥他 他到底 无须多言 你们去吧 金色眼瞳光芒一闪 两道金颜从空中降下 落在小妖后和凤雪妮身上 将它们瞬间驱离到金屋雷眼鼓之外 感觉到两女的离开 云彻缓缓抬起来 尖色地道 金屋魂灵 拜托你了 我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压制 不用说话 自会由你解释的时候 金屋魂灵冷冷地道 出生之时 一环金色的火焰 也已在云彻的周围凝聚 然后一声自言自语 看来本尊 想要继续存世十年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云彻感激而苦涩地勉强一笑 然后闭上眼睛 宁星承受着 来自金屋魂灵的力量 四个月前 是月魔君完全殒灭前 打入他玄脉中的魔原珠 成为了埋在他身体之中的魔眼 纵然以茉莉的力量 都无法将之驱除 他有一天会爆发 这一点云彻很清楚 但他没想到 会这么快 更没想到 竟然爆发得如此剧烈 先前封锁魔原珠的 是茉莉的力量 因怕伤到他的玄脉 茉莉只敢用极小的力量来封锁 但也很明确地说过 会封住至少六个月 他在离开前也亲口说过 纵然他封锁魔原珠的力量消逝 云彻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封锁 而且那时 云彻的力量还远不如现在 但现在 不但爆发的时间远超预期 其释放的黑暗魔吸 庞大到他的力量 根本无法压制 如果说先前的魔原珠 只是被种在他体内的一枚魔种 那么现在 就像是一个暴躁的魔神忽然苏醒 金屋魂灵在将魂元赋予云彻后 自身力量已是大幅度下降 但他毕竟是上古神兽金屋的灵魂碎片 当云彻沐浴在燃烧而起的金色火焰中时 一股澎湃如巨浪的力量 涌入了他的体内 直冲悬脉而去 虚余 云彻身上的黑气缓缓淡去 脸色也好了很多 他坐正身体 凝聚精神 大到浮屠绝全力运转 同样牵引着金屋神灵的力量 压制向暴动的魔原珠 在金屋神灵的庞大神力之下 魔原珠的力量 终于被一点点的压制 倒到金芒如溪流般 卷向漆黑的魔原珠 一层层的僵之缠绕 逐渐地将他的力量 彻底封锁其中 直到再无一丝黑暗魔气溢出 云彻睁开了眼睛 脸色已是完全恢复了正常 而时间 过去了整整三个时辰 若不是 他拥有龙神之躯 和大道浮屠之力 换作他人 在这三个时辰之内 等不到魔原珠被彻底封锁 便早已被体内充斥的黑暗魔西世面 谢谢你 金屋神灵 你又救了我一次 你对我的各种大恩 今生无以为报 云彻发自内心的道 无谓的虚话 不必多说 金屋魂灵的声音 明显要比平时虚弱数分 就连同谋中的金芒 都变得暗淡 没有了魂源的他 力量无法再生 用一分便会少一分 他驻云彻封锁魔原珠的这三个时辰 让他本就剩余不到十年的存在时间 再度缩短了整整两年 你现在应该和本尊好好解释 金屋魂灵的眼瞳猛地放大 为什么你的体内会有魔原珠 那明明是早就灭绝于世的东西 这件事解释起来 或许会有一些麻烦 云彻道 对于金屋魂灵 他不需要隐瞒什么 何况 他还连番救过自己的性命 既如此 那便让本尊探查你的记忆如何 任何人 哪怕是再普通的凡人 都绝不愿被他人探视自己的记忆 但这一次 云彻却是毫不犹豫地点头 好 对于他的干脆 金屋魂灵明显意外 他不再多言 金芒洒下 侵入云彻毫无抵御的心魂 顿时 他离开幻妖界后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入金屋魂灵的心魂之中 读取一年左右的记忆 是一个相当之短的过程 但金屋魂灵收回金芒之后 却是久久沉寂 他不断闪烁的金色同眸 彰显着他心魂的巨大震动 过了许久 金屋魂灵才缓缓出生 今日与你们交手 那个叫薛元问天的人 本尊从他的身上 察觉到了很淡薄的魔吸 以及永夜幻魔点的气息 本尊一度怀疑 那是错觉 因为魔早已灭绝 没想到 那竟真的是永夜幻魔点的气息 本尊承载金屋意志 在这个世界存在了如此之久 却一直没有发觉 在遥远的北方大陆 竟隐藏着一个 从上古时代苟存至今的真魔 他探视了云车的记忆 也自然知道了 是月魔君的存在 也信得他 被你无意间发现并涂灭 否则 若他命魂复苏 魔之本性 加上被封锁百万年积累的怨恨 这个世界必将遭受无比可怕的浩劫 等同于你以一人之力 拯救了这个看似平静的世界 云车弹笑着摇头 我杀他 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因为他不死 我就会死 仅此而已 至于就是 我自问没有那样的气魄和圣心 而且 杀了世月魔君又如何 相比之下 轩辕问天 更要可怕百倍 你错了 魔神与凡人 岂能相提并论 今日的轩辕问天 虽远胜你所图灭的世月魔君 但 世月魔君是真正的魔 他一旦真的复苏 其强大 根本不是你所能想象 你纵然有龙神之躯 他要灭你 也不过是一念之间 而轩辕问天 不过是得到了 细薄的魔血 和些微魔魂 纵然能全部得到 和完美融合所有的力量 也不可能真正踏入神道 但是 我的力量 虽在这三个月中突飞猛进 却远远不是 轩辕问天的对手 今天如果不是 焚绝尘残魂未灭 我应该已经没命了吧 而且 轩辕问天 今日亲口说过 他的魔血 并没有完全觉醒 三个月后 就可以达到完美状态 到时候 他的实力 必定还要远胜现在 呼 我实在想不出 我该怎么和他对抗 云彻抬起头 低声自语道 如果茉莉在就好了 就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能动用自己的力量 也能教我怎么做 从云彻的身上 金屋魂灵 感觉到了一股沉重的阴郁 一年多以前 初见之时 云彻对他静而不畏 纵然面对他的威压 都气势匪然 在他要强行抹去 他的凤凰血脉时 他强硬拒绝 甚至破口怒骂 当时 面对他的怒骂 他不但不怒 反而看他略为顺眼 因为身为金屋之魂 他的性情本就极为 高傲和暴烈 而今 他却从云彻的身上 感受到了阴郁 他无法确定 造成这股阴郁的原因是 薛原问天 让人绝望的强大 还是茉莉的离开 或许 还是后者吧 金屋魂灵 以你的力量 能否击败薛原问天 云彻问道 但他的语气 显然不抱有什么希望 若是一年前 我或许有可能做到 金屋魂灵坦然道 但如今 我纵然违背金屋意志 强行离开此地 也断然无法分灭薛原问天 云彻闭上眼睛 双手微微攥紧 茉莉的离开 玉罗的暗算 一遍的轩辕问天 爆发的魔原珠 他还沉浸在 茉莉离开的失措中 没能回过神来 一切便蜂拥而至 以往 无论遇到多么可怕的险境 他的斗志 都从未暗淡过 但如今 没有茉莉在侧 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像是被生生切去了一半 黯然无力 失去之后 他才真正明白 他对茉莉的依赖 要远远胜过他的预想 你就不想知道 你玄脉中的魔原珠 为什么会忽然脱离 封锁爆发吗 金乌魂灵忽然道 我也在疑惑这个问题 云彻目光一动 金乌魂灵 难道你知道答案 那枚来自失月魔君的魔原珠 原本只有很微弱的力量 那日 你若不是因为和失月魔君 恶战后重伤 自己就可以将其封锁 金乌魂灵缓缓地讲述到 声音之中依然透着一股明显的虚弱 它溶于你的玄脉 自会吸收你玄脉中的玄气 它就像是一颗原本即将死去的黑暗种子 虽是靠你的玄气来苏醒 但它是魔神层面的东西 所逐渐衍生的力量 将会远远胜过你的力量强度 以及层面 你若想活命 要么自毁玄脉 要么 就要不断地将它封死 不让它越来越强的魔吸溢出 原本 这煤魔原珠苏醒的力量 要达到对你致命的程度 需要并不短时间 以你三个月前的旋力 至少数十年之内 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 将它一次次封锁 但是这三个月间 你与凤雪泥龙凤双修 元气和旋气 时刻都处在极为活跃的状态 旋力层面 更是在短短三个月内 接连暴增 却阴差阳错 导致魔原珠的力量 在你持续活跃 和连番激增的状态下 快速衍生 最终导致它 破开你师父留下的封锁 释放出你 无法承受的黑暗魔吸 云彻 这是本尊的疏忽 若本尊三个月前 发现你体内魔原珠的存在 就不会是今日之果 金乌魂灵短叹一声 他并没有直白地说出 如今云彻体内的魔原珠 也是多么的可怕 虽然将它艰难地封锁 但是 云彻却是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这并不是你的错 若不是你引导雪泥与我双修 三个月前 我应该就死了 魔原珠就在我的玄脉之中 我早就 有了会到这一步的觉悟 只是来得有些太快了 云彻语气一顿 忽然道 关于魔原珠 我一定很疑惑 为什么它能轻而易举地 融合入我的玄脉 玄者的玄脉 是凝聚玄气的所在 会排斥一切义务 何况我的玄脉 还是玄神的玄脉 为什么竟能毫无排斥地 直接融合属于魔的魔原珠 这件事 本尊同样无法理解 金乌魂灵缓声道 魔原珠是魔神的原力之珠 一个魔神的运生 便是以魔原珠为始 它承载着一个魔神的原力 位于魔之玄脉的核心 一个魔一旦失去 或被毁去魔原珠 就会失去所有力量 甚至有可能就此隐匿 一个魔神若被毁去魔原珠 可以夺取其他魔神的魔原珠 然后通过某种特殊的方法 融入自身玄脉 从而重获力量 虽听之离奇 不知真假 但在诸神时代 的确有过类似的传闻 但以真神或凡人之玄脉 想要融合魔神的原力之珠 是根本不可能之神 除非 金屋魂灵显然想到了什么 但他的声音 却是戛然而止 就连他的黄金眼瞳 都接连色缩了数次 除非什么 云彻追问道 本尊并不能回答你 因为那只是一个 荒谬至极的异想 无需再问 云彻听得出来 金屋魂灵的音调 发生了异样的变化 他一定是想到了什么 却不愿告诉他 而且是极为刚硬地 不愿说出 本章完 第八百六十五章 茉莉的留言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把你从试月魔君身上 得到的那块黑玉 拿给本尊看看 金屋神灵刻意地 岔开了话题 不想云彻追问下去 黑玉 云彻一正 顿时想起了那块 在试月魔君的残骸边剪刀 几乎要被他遗忘的神秘黑玉 连忙将它拿了出来 正圆形的黑玉 手心大小 入手冰冷沉重 通体漆黑无暇 光滑至极 且正反完全相同 上面没有任何的印记或纹路 且连半点旋力气息都没有 单看外观和气息 这只能称得上 是一枚再平凡不过的玉石 连最低等的玄域都算不上 但凭它能在 僵尸月魔君毁灭的力量之下 完好无损 就注定 它绝非寻常之物 一道金芒射下 神秘黑玉 从云彻的手中飘起 悬浮在空中 然后被金芒包裹其中 但只一瞬间 所有的金芒完全消失 神秘黑玉 从空中落下 重新落回云彻的手中 这到底是什么 云彻抬头问道 不知 连你也不知道 云彻满脸惊讶 这枚黑玉 既然是来自是月魔君 便应该是来自 百万年前诸神时代的东西 那个时代的东西 茉莉不知晓并无意外 但金芜魂灵 是神兽金芜的灵魂碎片 带有着部分金芜的远古记忆 居然也不认识 与你们一样 本尊的力量 一旦探入其中 便消失无踪 出现这种情形 大致有两个可能 金芜魂灵缓缓陈述述到 或者是其中内运着一个独立的小世界 就如这片有本尊所创造的金芜雷眼谷一般 亦或者是其力量法则极高 是我们的力量 根本无法碰触的未免 他跟随世月魔君 在邪神封印中 整整百万年都完好无损 绝非寻常之物 极有可能 是魔神那个层面的魔玉 或魔器 也可能只有魔道之力 才能将他唤醒 云彻将神秘黑玉收了起来 随意地道 我先前 对他一直好奇 而现在 他是什么 根本完全不重要了 金屋魂灵 我该回去了 太久的话 他们会担心 云彻低下头 向着金屋魂灵深深的毅力 真诚地道 当年初见 我对你曾口出恶言 甚至与你自私蛮横 不配为神 你非但没有成责 反而再造之恩在先 数次救命在后 还极大地折损了自己的寿缘 这份大恩 云彻真的不知如何才能报答 本尊将最后的血脉和魂力赋予你 自有本尊的私心 无需你的感激和报答 金屋魂灵淡淡地道 只是 我注定要让你失望了 云彻低叹一声 转过身去 抬不离开 你无需如此悲观 金屋魂灵忽然道 薛缘问天 融合永夜魔族的残留之力 的确不是现在的你所能对付 但 以他的状态 在觉醒所有魔血魔魂的力量后 修为将永远止步 终生不可能再有半点进步 就连寿缘也会大大缩短 而你不同 你有着非凡的天赋 有着诸神的力量 将来 你必有胜过他的一天 在这之前 你大可以借助太古玄州 远遁其他空间 让薛缘问天无处可寻 我的确可以逃走 云彻停住脚步 低声道 但彩衣一定不会 我爹娘也一定不会 而且 如今的我 真的还有将来吗 金屋魂灵没有了言语 久久的沉默后 他长叹一声 你去吧 金芒一闪 云彻便以送船送至金屋雷眼谷之外 黄金眼瞳光芒收敛 在闭合中缓缓自语 当初探他记忆 以为他气韵加深 受天道眷顾 加之身具龙神与邪神之力 便将一切复制于他 没想到 如今却遭此恶难 这就是天命 无力可为 被传送至金屋雷眼谷之外 如云彻所想 凤雪尼和小妖后 正等在那里 始终没有离开 看到云彻出现 他们的眼眸 闪起同样的光彩 快步冲了过来 云哥哥 你 你现在怎么样 凤雪尼 依然担心 窃窃的道 看他已经没事了 小妖后 扫了一下云彻身上的气息 脸色和眼神 都明显松缓了下来 哈哈 那是当然 云彻满脸轻松地笑 有金屋魂灵的神力 当然是安然无恙 太好了 凤雪尼欣喜地 放下了心中重负 又疑惑道 可是 那到底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云哥哥忽然会 你们身上都还有伤 需要马上进养疗伤 我们还是先回妖皇城吧 他们也一定担心 坏了 云彻岔开话题道 小妖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沉静地道 我们回城 轩缘问天虽然被击退 但带来的影响 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平息 妖皇城此时正一片混乱 先前逃出城外的人 已经得到了消息 开始陆陆续续地回返 护城结界已收起 但整个妖皇城 如被笼罩在一口大锅中 气氛无比的压抑 虽然并未遭遇灭顶之灾 但他们都亲眼目睹了 轩缘问天的恐怖 而他今天只是逃走 而没有被击杀 终有一天 应该说用不了太久 他必定还会再次到来 这个可怕的事实 就如梦魇一般 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妖皇城在守护家族 和各王府的引领下 进行着善后工作 云家上下 也被沉闷恍然的气息所充斥 云青红和沐宇柔夫妇 一直站在主门前 翘手看着北方 可盼着云彻能平安回来 萧云夫妇 也一直在旁陪伴 不停地安慰着 直到他们眼睁睁地 看着云彻三人平安而至 落在了他们身前 沐宇柔不顾众人在场 洒泪扑了上去 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 像得孩子一般大哭起来 娘 孩儿不孝 总是让你牵肠挂肚 担心流泪 云彻愧疚得到 云青红眼眶微湿 感受到云彻身上 气息虽然有些虚弱紊乱 但已没有了之前的异常 心神顿时松弛 向小妖后行礼道 小妖后 你身上有伤 还请及早疗愈 万万不要怠慢了圣体 小妖后微微摇头 本后的伤并无大碍 倒是云彻 外伤虽轻 但内伤颇重 而且似乎精神受损 还是赶紧为他准备一个地方疗伤吧 其他的事 明日再说 啊 沐宇柔来不及擦拭眼泪 匆忙抓住云彻的衣袖 彻儿 你的伤 真的很重吗 没关系 云彻微笑着摇了摇头 安慰道 我身体的自愈能力 异于常人 这点伤不算什么的 只是的确有些累了 想找个地方安睡一会 小妖后 好好 你的房间娘已收拾好了 你赶紧好好休息 需要什么 就和娘说 沐宇柔急切地道 说完 她转过身来 拉过凤雪泥的手 目光柔慈地看着她 雪泥 这几个月 我一直都盼望着 能见到你 彻儿身边能有你 真的是她几时修来的福分 都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沐宇柔的话 让凤雪泥微微慌神 伯母 我没有为云哥哥做什么 你这些话折杀雪泥了 伯母 沐宇柔轻柔的笑意中 带着些许暧昧 我们先进去吧 彻儿还需要休息 等安顿下来 我有好多话要和你说 在这里 你就当成自己的家就好 谢谢伯母 凤雪泥轻声道 萧云 爷爷他们还好吗 云彻向萧云问道 大哥放心 他们一切安好 冰云先公的众位仙子 都安置在别院 平时不会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过会就去告诉他们 你已经平安无事了 让爷爷他们放心 萧云点头道 嗯 云彻微微点头 带我向爷爷 还有慕容师伯他们赔罪 我现在精神有些沉重 等我稍好一点 一定马上会去问安 我知道了 大哥你好好休息 萧云的表情 微微有些错愕 云青红一直看着云彻 看着她的脸色 眼神 一言一行 从一开始 她就察觉到了 云彻状态上的不对劲 到了现在 这种感觉已是越来越重 她动了动眉头 终于还是出声道 彻儿 你 好了 沐宇柔却是一白手 彻儿有伤在身 精神不佳 就先让她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 云青红只好闭嘴 心绪却是沉重了许多 回到自己阔别数月的院子 躺在松软的床上 外界的一切造杂 被隔绝门外 安静之下 云彻没有马上睡去 也没有尽心疗伤 而是正正地看着上空 双目毫无焦距 莫莉 现在的我 到底该怎么做 没有你在身边 我竟然连活命 都是这么的艰难 魔原珠爆发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死亡 当初坠下绝云崖 死亡的感觉 都没有那么清晰 或许 它下一次的爆发 就是我毕命之时 我死了之后 彩衣 雪泥 月儿他们怎么办 爹娘怎么办 爷爷和灵溪怎么办 幻妖界怎么办 冰云仙宫怎么办 难道真的注定要全部葬送在轩辕问天手中吗 彩衣定会选择和妖皇城共存亡 宁愿死 也绝不会选择弃幻妖界而逃走 爹娘也一样会如此 雪泥和月儿为了我 一个离开凤凰神宗 一个弃下整个苍风国 随我来到对他们完全陌生的幻妖界 宫玉仙临终含泪 把冰云仙宫托付给我 爷爷和灵溪 我那么多次的发誓一定要守护好他们 一生平平安安 再不受任何人欺凌 但 如果我死了 呼 云彻一声沉重到极点的喘息 他越发的惧怕死亡 无比的惧怕 但存在于他玄脉之中的魔元珠 让他已经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绝命之日 我到底该怎么活灭 如果注定要死 要该怎么在临死前灭掉轩辕问天 莫烈 我到底该怎么做 离开了你 我又还能做些什么 三个月前 莫莉决然离去的一幕浮现眼前 虽然已过去三个月 但依旧让他胸腔沉重的窒息 他那时的每一言 每一语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表情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记忆碎片里 包含着一些 我无法当面对你说的话 十二个时辰之后 这个记忆碎片的封印 就会自动解开 到时你就会知道我想告诉你的事 精尘 我在感知到玉罗气息时 就有了此刻的觉悟 所以 我将一件东西交给了红儿 然后被红儿带到了天毒株之中 在我走后 你将它从红儿手中要过来 虽然它并不能增加你太多的修为 但至少可以延长你几千年的寿缘 云彻瞬间如触电般 从床榻上翻起 茉莉留给我的记忆碎片 茉莉刚一离开 她就遭了预罗的暗算 直到回到幻妖界 都一直冰死昏迷 后又在金屋雷烟谷 被迫和凤雪泥 以及小妖后双修三个月 一直都没有机会 去读取茉莉留给她的记忆碎片 本章完 第八百六十六章 茉莉的留言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迅速集中精神 在自己的意识海洋中 找到了茉莉留下的记忆碎片 轻轻碰触 顿时 一个声音在她的心魂深处 响起 云彻 短短两个字 毫无感情色彩 却是让云彻全身酥麻 眼眶瞬间变得温热 被挖了个空洞的灵魂 也被一股温暖的东西填满 因为 这是茉莉的声音 过去七年 这是她 每天听到的最多的声音 她这辈子 甚至两声两声 听到的最多的声音 也一定是茉莉的声音 如今不过隔了短短三个月 再次听到茉莉的声音 她灵魂的悸动 强烈到犹弱格式 此次分别 再无相见之期 你我七年之缘 你拯救了我的性命 我成就了你的人生 记忆分别 就此恩怨两清 情意断绝 今日之后 我不再是你的师父 你无需再念起我 便当我从未曾出现过 我意会如此 茉莉的声音冰冷而绝情 就如那天离开时 亲口对她的言语 我留下此记忆碎片 只因有些话 难以当面对你启齿 有两件事 我欺骗了你 其一 我告诉你的 并非是我真正的名字 我本为 新神剑 长公主 茉莉非我之名 而是我的称号 云彻 茉莉仅仅是她的公主称号 而不是她的名字 但她的这段话 却是到此为止 而并没有就此说出 她真正的名字 但这对云彻而言 并不重要 因为无论 她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她都是茉莉 其二 茉莉的声音 在这里出现了很久的停顿 似乎即使以这种方式 她依然难以表述出口 是关于楚月禅之事 云彻的心魂猛的意收紧 那日彻底摆脱魔毒 我依照当初承诺 在天玄大陆 找寻楚月禅的所在 天玄大陆生灵极重 纵然以我之力 也绝无可能寻遍所有生灵 但足以寻遍所有王玄境界以上的气息 然而其中 并无楚月禅的所在 茉莉的声音很平静 但语速 却明显 要比平时慢上一分 而云彻的心 却是猛地下沉 一股冰冷到窒息的感觉 在胸腔中蔓延 而那日 茉莉对她说的是 虽然所有魔毒都已进化 但魂体的力量 并不足在天玄大陆这样的地方 寻觅到楚月禅 而是要等到重塑身体之后 楚月禅是你心中最大的牵挂和痛苦 我在思虑之后 选择对你说了谎 我重塑身体之后 虽然并未抱有希望 但还是再次探寻楚月禅的气息 这一次 我搜寻的气息范围 不仅仅是王玄境以上 还包括了天玄境 与地玄境 但依然未找到楚月禅的气息 楚月禅当年虽自费玄弓 但王玄境旋力尚在 纵然这些年 玄力非但不尽 反而大跌 也不可能跌落超过一个大境界 除非是被人废了玄力 因而 他或者已死 或者玄力被废 而以他的滋容 若是遭人废掉玄力 后果将惨烈于死亡 以楚月禅的性情 也必会自绝生命 云彻 你知此结果 定会悲伤 但切记 这个结果非你知错 你身边有你血脉相连的亲人 有互交生死的朋友 还有一大堆的女人 不要因一个已逝去之人 而伤及所有 云你悲伤三日 但三日之后 便将之忘却 就当从未有过楚月禅 也从未有过我的存在 碎片里的记忆之音全部释放 茉莉的声音就此终止 碰 云彻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 身体无力地软下 后脑狠狠撞在墙壁上 他闭着眼睛 一张面孔痛苦地颤动 扭曲着 手掌死死地抓在胸口 在肌肉撕裂的声音中 五根手指深深地陷入肉中 淋下一道道心红的血痕 但他完全感觉不到痛楚 因为他的意识 灵魂已经被无尽的痛苦 完全地吞没 是不是 真的 不是真的 他身体颤抖到静蓝 全身气息彻底大乱 狠狠碰动着本已自然平复的内伤 他身体歪倒 整个人从床榻上跌下 咚 咚咚 外面传来很轻的敲门声 随着响起苍月的声音 夫君 我可以进来吗 苍月静立门前 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熬好的糖粥 他敲门之后 却没有得到回应 他再次抬手 但却又停在空中 犹豫一番后 终于还是将手放下 转过身来 放轻脚步准备离开 但刚走出两步 心中忽然涌上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他飞速地转身 直接推开房门 眼前的一幕 让他一下子待在那里 一道心红的血迹 从床榻上扑下 一直蔓延到墙边 云彻整个人蜷缩在墙角 头部埋在膝间 右手抓着胸口 五指全部抓入皮肉之中 鲜血淋淋 全身散发着一股灰暗的绝望气息 夫 夫君 苍月花容失色 唐舟摔了满地 他惊叫着扑了上去 紧紧抱住云彻 一开口 便已哭了出来 夫君 夫君你怎么了 你不要笑 夫君 苍月的声音 唤醒了沉浸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嘴角 鼻尖 双目 双耳 七窍之中 尽是血痕 月儿 他如动嘴唇 干涩的声音 带着深深的痛苦 夫君 到底怎么了 苍月被惊吓到 几乎要大哭出声 我 我去喊爹娘 一只手将苍月拉住 云彻缓缓摇头 我没事 让我抱一会儿 就好 他抱住苍月 头一微在了他的胸前 初时抱得很轻 但在无意识中 抱得越来越紧 如同一个失去了安全感的阴海 感受着云彻身上错乱的气息 似乎在稍稍平稳下来 苍月恍然的内心 微微缓和了几分 他把自己柔软的胶躯 更加贴近他 小手放在他的背上 将他柔柔抱住 他们的无数次相拥 从来都是他依偎在他胸前 那一直是他生命中最安心 最满足的时刻 第一次 云彻扶在他的胸前 脆弱得像是个受伤的孩子 夫君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的身边 苍月轻轻地呢喃道 你就算会失去一切 也永远不会失去我 云彻将苍月更加地报警 云家大听 沐宇柔正和凤雪妮叙话 就容颜而言 沐宇柔一直坚信 小妖后是这世上最完美的女子 不可能有任何人可 与他相提并论 如今见到凤雪妮 身为女子的她 都有一种如见天人的恍惚感 而不仅如此 就连玄力修为 都几乎不逊小妖后 最关键是对云彻一往情深 虽然今日只是初见 但她对凤雪妮喜欢到 简直如法形容 拉着她的手 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开 随着一股冰冷寒气 慕容千雪和楚月里走了进来 向沐宇柔行礼道 云夫人 听闻公主已经回来 不知她是否安好 我们姐妹想去问安 慕容师伯 楚师说 你们放心好了 云哥哥已经没事了 现在正在休息 身上的伤 应该再有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凤雪妮微笑着安慰道 那就好 慕容千雪和楚月里 轻轻松了一口气 冰岩上的担心 总算淡去了几分 慕雨柔看着他们 温和地笑了起来 你们为彻而所累 气离阻地 来到这陌生之地 却依然对她如此关心挂怀 彻而能得你们如此对待 真是她莫大的福气 慕雨柔的话 让两女微微惶恐 楚月里道 云夫人千万不可这么说 公主对我们冰云先公 有着救命之恩 若无公主 这世上早已无冰云先公 不错 慕容千雪微点禽首 公主先后数次救我们冰云先公于绝境 且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再造之恩 若无公主 我们所有姐妹 弟子 都已葬身天玄大陆 而且当年 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姐 以及公主和师姐的孩子 公主却以得抱怨 不但数次相救 从不是我们为累赘 就连命危之时 都没有放弃我们 公主之恩 我们永世 都难以相报 慕容千雪的声音 逐渐地小了下去 因为她看到慕雨柔微笑的面孔 忽然僵硬 眼神也一下子正在了那里 慕雨柔扶着座椅 缓缓地站了起来 双目愣愣地 看着慕容千雪 你 你刚才说什么 翟儿的 孩子 慕雨柔的反应 让慕容千雪和楚月里同时愣住 云夫人 这件事 难道公主没有和你说起过 真的 真的是翟儿的孩子 翟儿她有孩子了 慕雨柔变得激动起来 她向前一下子抓住慕容千雪的手臂 急切地道 为什么翟儿从来没有说起过 没有保护好 是什么意思 你们的师姐又是谁 到底是怎么回事 慕容千雪嘴唇半张 她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闯了大祸 说了不该说的话 但话即出口 面对慕雨柔殷切的目光 已是骑虎难下 只好硬着头皮 将当年楚月禅之事 原原本本地 讲述给了慕雨柔 慕雨柔缓缓缓坐了回去 眼神呆滞 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云夫人 你放心好了 师姐就算没有了玄公 再苍风国 也没有谁能欺负得了她 她吉原天象 现在一定正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个不被外人打扰的地方 绝对不会有事的 慕容千雪安慰道 楚月离紧摇嘴唇 眼神微微凄迷 六年前 慕雨柔失神地低难起来 整整六年了 孩子已经五岁了 是翟儿的孩子 伯母 你不用担心 凤雪妮轻声安慰道 云哥哥一定会找到 云哥哥 云彻从门口走了进来 身边是挽着她手臂的苍月 公主 慕容千雪和楚月离连忙向前 慕容千雪不安地道 公主 我 师伯 没关系 云彻的脸色有些泛白 但微笑依旧温和 我刚才在外面听到了一些 这件事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和爹梁说 师伯帮我说出来 反而了我一件心事 刹 沐雨柔站起身来 走到她身边 眼眶中微微寒泪 她郑重地道 娘虽然未曾见过那位叫楚月禅的女子 但她为了你 不惜自费悬功 叛离师门 回自己半生轻欲 换半生孤苦 你千万要找到她 今生今世 千万不可负了她 云彻抬起头来 万千情感涌上心间 她刚要回答 一个匆忙无比的脚步声 忽然从外面传来 碰 娘 萧云心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脚下 还被扮了一个狠狠的猎牵 来不及站稳身体 她惊慌万分地喊道 娘 快 气媚 气媚她 本章完 第867章 萧云之子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第七怎么了 她 她好像 萧云上气不接下气 好像快要生了 啊 沐雨柔惊呼一声 一把拨开萧云 风一般地冲了出去 萧云也连忙跟在身后 都没来得及 向云彻和苍月打声招呼 夫君 我们也去看看吧 苍月柔声道 他为云彻平复了悲伤 换上了新衣 虽然表面看上去 已是恢复如常 但他依然清楚地感觉到 云彻心中沉重到极点的压抑 他们所有人都一直在期待 萧云与天下第七孩子的出生 他希望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能多少驱散云彻心中的沉重盈域 原旧盲成一团的云家 顿时更加闹哄了起来 在外的云青红火速赶回 而正要去城北指挥 重整护城大镇的天下雄徒 接到消息之后 顿时如火烧屁股 丢下所有人向云家狂奔去 云彻 苍月 凤雪尼一起到来时 萧云和天下第七所住的庭院 人影匆匆 紧闭的房门不断传来 混着紧张气息的噪杂声 并不时传出 天下第七痛苦的呻吟 大哥 看到云彻到来 等在外面的萧云 连忙迎了上来 他脸色通红 紧张得手足无措 萧云 恭喜你 马上要做父亲了 苍月微笑道 西 不知道会是男宝宝 还是女宝宝 凤雪尼满是期待的道 嘿 嘿嘿 萧云又是激动 又是紧张 庭院门口 萧灵溪和萧烈 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看到云彻 萧灵溪嘀呼一声 快步地扑了上来 小彻 你 你没事了吗 当然没事了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云彻满脸轻松地笑道 他来到萧烈身边 关切地道 爷爷 孩儿回来后 还未来得及向你问安 在这里住的 还习惯吗 好 我在这里很好 萧烈微微点头 看到云彻样子如常 肆意没有答案 他心中一块重石落地 神情也轻松了很多 颇为感叹道 在天旋大陆 我也曾数次听到 关于幻妖界的传闻 传闻之中的幻妖界 竟是泯灭人性 妖性残暴的妖魔 哎 看来这世间之事 终究还是要眼见为实 有太多太多的人一生 都被迫活着 别有用心之人 营造的欺瞒之中 啊 房中传来的声音 从痛苦的身影 忽然变成了凄厉的惨叫 里面衣室的声音 也更加地仓促起来 好像 真的好痛 萧灵溪紧张瑟瑟地道 七妹 你一定要好好的 萧云满脸心疼 站立不安 双目紧紧盯着房门 口中不断地碎碎念着 爷爷 您今年才六十出头 却马上要当太爷爷了 苍月微笑着道 他刚一说完 云彻忽然玩味地道 也要恭喜小姑妈 马上要当奶奶了 艾满 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萧灵溪唇半张开 然后抓狂起来 我 我才不要当奶奶 我还是个没有嫁出去的小姑娘 才不要当奶奶 不要 萧烈开怀大笑起来 他深深看了萧灵溪一眼 意味颇深地道 灵溪 你的年纪也已经不小了 的确该考虑终身大事了 我 萧灵溪心中一慌 眸光偷偷测了云彻一眼 我才不要 轰隆隆 随着一阵雷霆般的风暴声 天下雄徒心急火燎地冲了下来 云青红也和他一起到来 后方 还跟着满头大汗的天下六兄弟 天下雄徒一落地 便急躁地吼道 七宝 七宝现在怎么样了 云青红拍拍他的肩膀 天下兄 不必担心 第七又不是一般的女儿家 肯定是顺顺利利 你还是先想好给你的外孙或外孙女 准备什么见面 对 这倒是 这倒是 天下雄徒 小鸡灼米般的点头 一通手掌乱搓 然后冲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吼道 七宝 你乖乖的 爹就在外面 好好给爹生个大外孙 你有什么要求 爹都答应你 啊 回答他的 却是天下第七一声 长长的惨叫声 直听到的所有人心中意紧 天下前辈 暂且不要和他说话 防止分散他的注意力 云彻开口道 啊 好 天下雄徒立马收声 然后还不忘记 小心向六个儿子警告道 听到没有 都给我闭上嘴 谁都不许出大声 云彻的眉头动了动 他看着房门的方向 脸色微微凝重 夫君 怎么了 注意到他的神情变化 苍月轻声问道 云彻微微摇头 没事 应该是我多心了 七妹是精灵异族的公主 有自然之力庇佑 一定会无比顺利 在一行人激动焦急的等待之中 时间缓慢流逝 房中的动静 不断变得剧烈 天下第七的痛银声 不断地响起 而且 似乎一声比一声凄厉 第七 不要紧张 放松身体 小心地用力 这是沐宇柔的声音 娘 我好难受 好痛 天下第七的声音 带着深深的痛苦 这个在宠爱中长大的精灵公主 从未承受过 如此巨大的痛苦折磨 没关系的 很快就会好的 沐宇柔不断地安慰着 而她的声音 已经开始带上了颤抖 半个时辰过去 整整一个时辰过去 天下第七的惨叫在继续 声音已完全嘶哑 房间清晰传来 御医们粗重的呼吸声 这些呼吸声中 都带着明显的惊慌 最初的期盼 激动与喜悦 在这一个多时辰的等待中 早已被消磨成紧张和焦心 萧云来回踱步 手势而紧抓头皮 势而撕扯胸口 全身大汗淋淋 口中混乱地呢喃着 不会有事的 一定不会有事的 云青红和天下雄团 脸色也都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极力地遏制住 自己心口不极力的想法 但不安的感觉 早已在他们的胸腔中蔓延 让他们心脏死死地揪起 扶军 看着云彻沉重到极点的脸色 苍蝶担心地轻患道 云彻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如果是寻常女子 从分娩状态到婴儿出生 一个时辰 甚至数个时辰 都数正常 但天下第七却绝不是寻常女子 她有霸玄境的修为在身 所修玄力又是最为纯净无垢的自然之力 有着远远超脱常人范畴的体质 她分娩的过程本该是简单顺利之极 而且只要她愿意 甚至不用承受什么痛苦 但已经整整一个时辰过去 而且她一直在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到了后来 甚至比寻常女子的声音 还要凄厉 云彻数次想要亲自去确认天下第七的状态 但又一次次地忍住 到了现在 她终于再也无法忍耐 一把拽住萧云 萧云 你马上进去 为七妹革好床备 她的样子有些不正常 我必须亲自去看看 恍然无措中的萧云 全身一机灵 根本来不及多想 连忙点头 跌跌撞撞地冲向前去 但她刚跑了几步 房中传来天下第七一声惨叫 随之响起沐雨柔欢喜的声音 出来了 出来了 萧云脚步停止 沉浸在紧张中的众人 也都如闻仙音 尤其是萧烈和天下雄徒 激动地瞬间热泪盈眶 脚步下意识地向前 但他们的惊喜 并没有持续太久 表情便全部定格在了脸上 因为 房中并没有传来婴儿的哭声 甚至 整个房间都变得一片死寂 没有传来半点喜悦的欢呼声 我的孩子 让我看看我的孩子 天下第七急切地呼喊着 云夫人 少夫人 这是一个御医的声音 她的声音在发颤 这是个 是 是死胎 颤抖的声音 如同晴天霹雳 无情地 乍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萧云一下子猛在了那里 瞳孔瞬间涣散 全身摇晃 然后忽然大叫一声 疯了一般地冲了过去 将房门粗暴地撞开 不可能 不可能 门被壮烈的声音 惊吓到了里面 本就心惊胆战的众医 冲进去的萧云 一眼就看到了 被沐雨柔抱在怀中的娇小婴孩 没有简断地长长期待 还连在她身体上 而沐雨柔的脸上满是泪痕 萧云亮呛着冲过去 粗暴地将婴儿夺到了自己怀中 婴儿柔软地身体入怀 她的动作又瞬间变得轻柔 怀中的婴儿没有动作 没有哭泣 没有呼吸 甚至没有温软的体温 有的是让萧云如坠绝望 冰冤的冰冷感 扑通 萧云一下子跪到了地上 全身痛苦地颤抖着 天下第七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地 如刚生了一场大病 而她的眼瞳 一片可怕的空洞 像是被抽离了魂魄 萧云跪地的声音 将她从噩梦中惊醒 她从床上扑起 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哭声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我的孩子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七宝 天下雄徒冲过来 将她牢牢抱住 心痛如刀割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和萧云还这么年轻 你们还可以再生 只要你们愿意 你们还可以生 很多很多个 不 你们都在骗我 天下第七嗓音撕裂 哭得如杜鹃气血 这个平日里 无比坚强乐观 纵然面对全家反对 世人嘲讽 也要和萧云在一起的 精灵少女 此时彻底崩溃 我的孩子 你们都在骗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还给我 啊 沐雨柔侧过脸去 倒在云青红肩膀上 气不成声 云青红抬起头来 一声沉重的叹息 双手死死地攥在一起 萧烈的身体剧烈摇晃 如果不是 萧灵溪再侧搀扶 她早已倒了下去 怎么会是 这样 凤雪泥锦武双唇 低声而泣 苍月浮在云车的胸前 肩膀不断地抽动着 所有人 翘首以盼的喜悦与心声 迎来的却是灰暗的梦魅 萧云跪在地上 犹若失魂 天下第七窟的撕心裂肺 所有人内心 都如被万箭刺穿 痛苦到窒息 云车的脸色阴暗 但眼神还足够冷醒 她来到萧云的身边 将手掌伸向她怀中 毫无声息 全身冰冷的婴儿 就算是死胎 天下第七 也不应该生得 如此漫长和痛苦 她必须知道 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云车的手指 轻轻捏在婴儿柔细的冰冷手腕上 只一瞬间 她的整只手臂 如触电般收回 这是 魔切 为什么会有魔切 本章完 第868章 萧云之子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萧云 你先冷静下来 云车推了推萧云的肩膀 但她却毫无反应 云车动了动眉头 猛一提气 大吼道 萧云 七妹 不要哭了 先冷静下来 孩子并没有死 她还有气息 你们再不冷静 她就真的要死了 云车这声大吼 让所有哭声瞬间停止 天下第七愣在那里 萧云也猛地 从地上弹起 她抱着全身冰冷的婴儿 哆嗦着嘴唇道 大哥 你说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吗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云车的身上 沐云柔猛地向前 激动地问道 车儿 你说的是 是真的吗 可是孩子她已经 已经 毫无气息 身体冰冷 还只是个婴儿 又怎么可能还活着 她的确还有生命气息 云车郑重地说道 只是 她的生命气息 被一股魔气锁住了 她全身冰冷 也是因为如此 魔 魔气 这是怎么回事 云轻红差一道 普天之下 能释放出这种魔气的 唯有轩辕问天 七妹 你好好想想 在抵御轩辕问天的时候 你有没有被她的玄气 直接伤到过 云车问道 没有 绝对没有 萧云喘着粗气回答道 我一直把七妹挡在身后 虽然血缘问天的玄气 有几次破开结界 但我和七妹 都没有被波及过 把孩子给我 云车向萧云伸出手臂 大哥 萧云小心翼翼地 把冰冷的婴儿 放到云车的手上 哽咽着道 她 她真的还有救吗 云车没有回答 她闭上眼睛 在死一般的静默之中 玄气缓慢地流过婴儿的身体 虚于她睁开眼睛 道 这股魔气 已经融在她的命脉之中 的确不应该是近日 才侵入身体 至少已经有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 萧云谜喃一声 忽然一个机灵 是三个月前 我和七妹都曾被 薛云问天的黑气困住过 难道 难道是 三个月前 兵及雪狱 他们曾陷入薛云问天的 黑暗囚龙之中 最终因焚绝尘灵魂的 忽然苏醒 才获救 极有可能 云彻脸色沉重地点头 那日七妹 虽然驱散了自己身上的魔气 但定有极少量的魔气 侵入了胎儿身体 这部分很难被母体察觉 就算察觉 也极难将之驱散 云彻当初悬脉残废 便是因为她上世腹中胎儿时 便被日月神功的寒毒氢体 如今怀中的婴孩 和她当年的静语 何其相似 只是当年她中的是毒 而这个孩子中的却是魔气 虽然只是很轻微的一缕 但却要比单纯的毒 可怕千万倍 彻儿 云青红努力沉住气 带着西姬问道 真的还有办法就过来吗 云彻嘴唇动了动 却是没有说话 云大哥 天下第七忽然在床上 挣扎着想要跪起 气声道 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你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神医 你一定有办法的 小彻 萧灵吸扶着萧烈 泪光盈盈地看着她 云少主 只要你能救起这孩子 你就算叫我做牛做马 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天下雄徒 万分激动地道 云彻摇头 你们不必这样 这个孩子是萧云和七妹的儿子 是我爹娘的孙儿 是我爷爷的太孙 也是我的半个儿子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 把他救回来 说完 他怀抱婴儿 一把抓起凤雪泥的手 雪泥 跟我来 要救这个孩子 必须借助你的力量 云彻拉着凤雪泥 来到庭院之中 众人也都急急地跟在后方 站到庭院中间 云彻郑重地道 这道魔器入体已久 若是换作其他孩子 早已毙命 但好在七妹体质过人 所以虽然看上去生机已绝 但命脉之中 依然保留着一丝生气 若能将魔器驱散 再复苏他的命脉 就有将他救回来的可能 但 也仅仅是可能 萧云和天下第七也好 云青红等人也好 都深深地知道 单单将其体内的魔器驱散 会是多么艰难 因为那只是一个婴儿 绝对无法承受 哪怕稍微过重的旋气 一旦旋气强度稍稍过重 或引导时出现些微偏差 任何一点点的差错 对这个生机 本就脆弱到极致的婴儿来说 都将是致命的 纵然是身为帝君的云青红 和天下雄徒 也自知绝对无法做到 如果是毒 或者是其他的旋气 我会有把握的多 但 魔器不一样 云彻微微吸了一口气 他现在折服在孩子体内 一旦被外力碰触 就会像是被惊醒的毒蛇一样 挣扎暴走 所以 驱逐的风险极其之大 只能选择进化 凤雪泥马上反应过来 用凤凰岩 对 云彻点头 雪泥 你的凤凰岩比我精纯数倍 如果用你的凤凰岩 会更有可能成功 说话间 云彻以席地而坐 将婴儿放在膝上 父亲 麻烦帮我筑起一层 隔阴隔光结界 好 云青红上前 手中雷光闪现 他很清楚 依靠云彻所言的方法 整个过程必须小心到极致 注意力绝不能有任何的分散 我来帮忙 天下雄徒也连忙上前 两大帝君的合力之下 一个一丈多宽的隔绝结界 很快开始成型 大哥 一切 拜托你了 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萧云伸出手 颤声道 叮 一声轻响 隔绝结界完全成型 每个人的心 也死死地掉在了心口 但至少 气氛不再如之前那般悲戚昏暗 而是多了一抹稀奇的明光 萧英无二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这个孩子 萧烈抬头望天 老泪纵横地低念着 结界内部的世界 充斥着白色的悬光 凤雪尼坐到云彻身前 坠坠而认真的道 云哥哥 我该怎么做 雪尼 需要你的一滴血 云彻轻声道 嗯 凤雪尼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指 一枚血珠在指尖拧起 然后顺着云彻的指引 将其滴落在云彻的指尖上 呼 云彻的胸口起伏 还未开始 他的额头 已是布满汗珠 因为这件事的成功与否 关系到的 不但是一个出生婴儿的性命 更是萧云夫妇未来的幸福 以及爷爷余生的希望 他没有把握 但他无论如何 都必须把这个万军重压扛起 孩子 你有一个温和的父亲 有一个一泊云天的爷爷 更有一个雌星伟大的太爷爷 你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所以 你一定要坚强 千万不要被区区魔器打败 低念之中 他的手指快速沉下 将那低缝血泥的血珠点 按在了婴儿的心口 很快 血珠如泻地水银 缓缓没入了他幼小的身体 在云彻玄气的引导之下 血液一点点地扩散至婴儿的全身 天毒珠和凤凰岩 都有着很强的进化之力 但两者的进化之力 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天毒珠可进化毒 杂质这类污浊异物 而凤凰岩进化的 则是负面的力量 而若论进化的强大 天毒珠自然远远胜过 并不真正精纯的凤凰岩 只是 他却无法进化魔气 凤凰岩是神道之力 坟灭之力何其可怕 就算是一缕最微小的火苗 也绝无 可能是一个出生婴儿所能承受 所以 云彻在他体内 某个存留魔气的部位 燃起进化之岩时 都必须无比小心地 以大道浮屠之力 将之隔绝 云彻对人体构造熟悉无比 清楚地知道 哪里脆弱 哪里致命 哪里很可能隐秘魔气 哪里是玄气不能触及 很快 他便确认了婴儿体内所有残存的魔气 便从一个角落以起点 以凤凰岩开始了一点一点的进化 一缕凤凰血液 碰触在了魔气之上 一丝微小的凤凰岩 瞬间以魔气为媒介 微弱地燃烧起来 这个过程艰难而缓慢 所需的时间定然很久 纵然其中不出任何一点差错 婴儿缠弱无比的生命 也有随时断绝的可能 他想过 先注入天地气息 来增强他的生命力 但又深恐 这会瞬间引发 他体内魔气暴动 让他瞬间毙命 所以 他只能期盼 这个孩子残存的生命力 可以足够地坚强 这对云车的旋力消耗 可谓极小 但对他的精神消耗 却是重到极点 他本就伤势未愈 又因茉莉留下的言语 而心魂俱创 但面对这个只有他能拯救的小生命 他的心魂 依然很快做到了一片空明 凤雪妮默默地看着他 最初满心紧张 逐渐地 他的目光吃了起来 那张专注的面孔 在他的心魂之中 深深打下了永恒的印记 结界之外 所有人都提着心脏 平住呼吸 紧张无比地等待着 没多久 小妖后也闻讯到来 同他们一起等待着 一个时辰过去 两个时辰过去 三个时辰过去 天开始逐渐暗了下来 虽然等待一息比一息煎熬 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离开 天下第七也坚持下床 在萧云的搀扶下 眼眸一眨不眨地 看着隔绝结界 定 一声清响 从结界上传来 也狠狠触动了 所有人的神经 一道裂痕在结界上蔓延 随之 整个结界从内部完全破碎 散成悬光碎片 而还未等悬光散尽 一道婴儿的啼哭声 响起在他们的耳边 云彻从悬光中走出 面带微笑 怀中抱着一个正嚎啕大哭的婴儿 他的哭声 非但毫无虚弱 反而嘹亮非常 在云彻的怀中也丝毫不老实 短小细嫩的四肢不住地挣扎着 所有人都待在了那里 如同听到了来自天堂的声音 萧云嘴巴张大 双臂颤抖着伸出 但双腿如被钉在了地上 眼眶完全变得朦胧 整个人就像是忽然坠入虚幻的梦境之中 萧云 七妹 云彻疲惫的脸上露出温和的笑 性不辱命 天下第七如梦方醒 他快步向前 用颤抖的手 将孩子从云彻怀中小心地抱过 他看着自己四肢乱灯 大声嚎哭的孩子 未等开口 眼泪便已瞬间决堤 他把失而复得的儿子 紧紧抱在怀中 再也顾不得其他 放声大哭起来 七妹 萧云站在天下第七身边 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全身都被一种温暖 满足到无法形容的东西所填满 他转过身 看着云彻 颤声道 大哥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云彻笑着道 我们是兄弟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我就自己的儿子 天经地义 嗯 萧云努力咬着嘴唇 不让自己嚎哭出声 然后无比用力地点头 嗯 哈哈哈哈 天下雄徒转过身去 放声大笑起来 心中原本的阴霾 来自轩辕问天的重压 在这一刻被全部驱散 胸腔之中 只有无尽的快意和满足 沐云柔喜极而泣 云青红看着自己 站在一起的两个儿子 面带微笑 眼泛泪光 他再一次深深地感觉到 上天对自己真的不薄 苍月的美眸 一直都在注视着云彻 慢慢地 他的唇角勾起一抹 极美地微笑 他感觉到了 云彻的笑意 不再是之前的强颜欢笑 笼罩在他心间的暗霾与阴郁 散去了很多很多 他拯救这个孩子生命的同时 也完成了一次 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本章完 第869章 小妖后的决议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萧云和天下第七 把孩子抱到萧烈身前 爷爷 就由你来为这孩子 取个名字吧 萧烈伸出手来 碰触着婴孩的小手 却没有去抱 唯恐自己不小心 惊扰到了这个 刚刚脱离梦眼的小生灵 他溢住眼泪 缓缓地道 当年 我为你父亲取名萧英 是期望他可以如雄鹰一般 翱翔苍穹 威灵八方 但没想到他还年纪轻轻 便以天人永隔 这半生沉浮 半世沧桑 我终于看清 看透了很多 这个孩子 我不求他长大之后 有何成就名望 只求他一生平平安安 无灾无患 便为他取名 永安吧 永安 萧云低念一声 然后无比用力地点头 好 就叫永安 孩子 你听到了吗 你的名字叫永安 天下第七暴 紧怀中婴孩 虽已停止哭泣 但眼泪却怎么都无法停止 萧永安 好名字 云青红微笑道 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永安一出生 就遭遇灾祸 却顽强地挺过 今后 必定后福无穷 对 他的确是顽强 云车欣然点头道 侵入他体内的魔器 比我预想的要多 为他进化魔器期间 我最大的担心 就是 他会无法支撑到 魔器完全进化 但他很了不起 三个时辰 整整比我预算的时间 多出了一倍 他却无比顽强地撑了过来 这是对他忠心的夸赞 还是来自云车 萧云激动得热泪盈眶 天下第七满是泪痕的脸上 多了深深的骄傲 他抱紧孩子 一息都不愿松开 哈哈哈哈 天下雄徒仰天大笑 先前被轩辕问天吓破了胆 一想起来 都心惊胆战 但 连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都能将他的力量打败 老子还有什么理由去怕他 他下次再赶来 老子豁出命 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哈哈 天下雄说得好 云青红也大笑起来 永安给我们做了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那薛云问天又有何惧 天下雄 今日你且留下 我们两家痛饮一番 至于备战之事 明日在意 好 天下雄徒痛快地答应 萧永安的劫后重生 让笼罩云家的沉闷 一扫而空 转而被热烈到 几乎要沸腾的欢喜气息所充斥 就连薛云问天留下来的沉重阴影 都似乎已烟消云散 而作为十二守护家族之首 云家气氛的变化 也隐隐将整个腰黄城的阴霾 都驱散了许多 只是 最初的热烈过后 平静之时 依然不得不面对 来自薛云问天的巨大恐惧 随时可能降临的灭顶之灾 十几天过去 云车的伤已经痊愈 小妖后和凤雪泥的伤 也已好了七七八八 妖黄城的善后工作已基本完成 妖黄城以十二家族为引领 开始部署随时可能降临的危机 那日轩云问天带来的恐怖阴影 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与松懈 幻妖界各方强者也或应招 或自愿地开始集聚妖黄城 准备一同抵御轩云问天 毕竟 妖黄城若是被毁 整个幻妖界也将分崩离析 在抵御轩云问天一战中牺牲的云和 云江 云熙三大太长老都已安葬 云家子弟每日的修炼时间和强度倍增 肖永安出生带来的喜悦 逐渐归于平静后 云家 以及整个妖黄城都被越来越浓重的紧张气息所笼罩 因为 妖黄城面对的 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危机 远非怀王之乱所能相比 若不能抗住 世上将再无妖黄城 毫无夸张 云青红每日都会离家 与众家主 郡王 商议应对之策 云车不需要问结果 看他的神情便知道他们无法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之策 毕竟 轩云问天的实力太过可怕 在这太过压倒性的实力面前 策略 玄器 数量 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而且 作为和轩云问天正面交过手的人 他比他们更加清楚轩云问天的可怕 云车坐在云家最高的那处房顶上 眼神平静 默然看着远方 他保持这个动作已经大半个上午 这时 他身边彩衣飘荡 小妖后翘生生地来到他身侧 面孔冰冷地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妖皇宫 云车转过脸 笑眯眯地道 彩衣 是不是一个时辰见不到我 就想念的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啊 哼 小妖后冷哼一声 别忘了 你现在 是我妖皇族的人 既然回来了 当然要住在妖皇宫 我知道 云车满脸无奈 但我娘总是不舍得我走啊 你是怕你的女皇老婆 和雪妮吃醋吧 说完这句话 小妖后不自觉地侧过目光 不和她的眼睛对视 啊 云车抓住小妖后的手 轻轻一拉 将她娇软玲珑的身躯 一下子抱到了怀中 月儿和雪妮 会不会吃醋 我不知道 但我的彩衣老婆 肯定是吃醋了 你 小妖后眸光一慌 然后倔强地别过脸去 但却也没有极力 挣脱云车的怀抱 好 我知道了 从明天开始 白天我在云家 晚上就回妖皇宫 陪我的彩衣老婆 云车的温声细语 让小妖后的胶躯软了下去 小声道 我只是随口一说 你不用 勉强 小妖后的声音 忽然颤了一下 因为她感觉到 云车的手掌 忽然附上了她的胸脯 轻轻地抓揉了起来 小妖后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但马上又软了下去 任由她胡作非为 只是呼吸微微变得急促 脸上也泛起娇媚的红霞 云车的手腕一动 手掌很娴熟地 直接探入小妖后的彩衣中 毫无阻隔地享受着 掌尖血脂的形状与柔软 心中阵阵感叹 冰云仙宫的仙枝玉叶 果然很好用 居然已经可以抓满整个手掌了 小妖后的温顺 换来的是云车的得寸进尺 她动作轻盈地 从后方解开她的彩衣裙带 手指一拉 将她的裙肠 直接拉到腰间 银白如玉的血尖和胶乳 顿时完全暴露在空气中 如果这里是在妖皇宫 她可以让云车为所欲为 但这里是云架 微微的良意 浮过血迹玉体 她顿时如触电般推开云车 匆匆地拦好自己的群长 妖后微移 这一刻荡然无存 你 你好像已经坐在这里很久了 在想什么 怕自己的举动 伤到云车的自尊 小妖后微微咬了下嘴唇 主动说道 我在想一个所有人都在想的问题 轩辕问天再来的话 到底该怎么对付 云车微微吐了一口气 颇为惆怅的道 这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血泥 我的旋力突飞猛涨 增长的幅度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大 我感觉到 自己整个人像是彻底脱胎换骨 达到了一个以往做梦 都未曾想到过的境界 甚至都有了一种 已经天下无敌的感觉 但是 我的实力明明增长了这么多 却即使和你已经血泥联手 却依然胜不了轩辕问天 云车的话 让小妖后微带烟红的脸颊 变得沉重起来 她忽然道 云车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云车淡淡地一笑 你是不是想说 如果轩辕问天在灵魂妖界 要我用太古玄州 带着所有人逃走 却唯独留下你 不错 小妖后重重点头 当日 轩辕问天 为了强行破开护城大阵 已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力量 但纵然如此 我们三人联手 却依旧不是她的对手 她虽然 看似伤得很重 但根本未懂根基 而她上次逃走前清楚地说过 再有三个月 她的魔血会完全觉醒 到时候 她的力量会达到所谓的完美状态 她当时的样子 并不像是危言耸听 若一切成真 那么 再次出现的轩辕问天 会比上次更加的可怕 这些天 我同样在思虑 应对轩辕问天的方法 但却找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若是留下强行抵挡 不过是白白送死 逃走并不可耻 而是最明智的选择 轩辕问天的实力太过不正常 必定有瓶颈和巨大的副作用 而你和雪泥暂避一时 总有一天 你们一定能胜过她 既然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当然要连同你一起 云彻锁着眉头道 我不能走 小妖后决然摇头 别忘了我的身份 我是幻妖之地 继承者妖皇一脉万年的意志 我若逃走 不单是背弃了妖皇城和幻妖界 更是践踏了妖皇一脉的尊严 背弃了我妖皇一脉万年的意志 和所有荣耀 所有人都应该尽早离开此地 而不是无谓等死 唯有我 只有战死 没有逃离 好 云彻微笑点头 既然如此 我当然要陪你留下 愚蠢 小妖后冷目而斥 你若死了 谁来照顾和保护 你的家人和女人 谁再将来击败轩辕问天 拯救幻妖界于水火 小妖后的语气随之缓下 轻声道 别忘了 我本就是个将死之人 就算没有轩辕问天 我的寿命 也只于不到两年而已 他转过身 轻轻地道 云彻 生命的最后 能与你成为夫妻 我已无尽满足 与其近代死亡 秉承妖皇意志 与荣耀战死 对我而言是更好的归宿 只要你愿意答应我这件事 那天到来之前 你无论要我做什么 我都如你所愿 说完 小妖后飞山而起 远远而去 身影消失在云彻视线中时 一缕青男的声音 传到云彻耳边 回妖皇宫时 允许你带着你的女皇老婆 和雪妮一起 云彻 本章完 第八百七十章 星神血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呼 云彻扬导在房顶上 轻念道 我已经失去了小仙女 我怎么能再眼睁睁地失去你 可是 我到底该怎么做 二 我们要去看望太爷爷了 要乖乖的 不远的地方 传来天下第七 轻柔似风的声音 他抱着墙堡中的婴孩 面带暖笑 脚步轻缓 身边是寸步不离的萧云 不时地逗弄着自己的儿子 萧永安的到来 让本就感情极深的夫妻二人之间 更加幸福温馨 纵然是让全程恍然的灾难阴影 也无法将之冲淡 云哥哥 你说R长大了之后 会像谁多一点呢 当然是像你 像你多一些的话 肯定会更漂亮 西西 R 你听到了吗 要每天多看看娘亲 将来长成美男子哟 还有 长大好要好好孝敬太爷爷 还有云彻伯伯 要是没有云彻伯伯 娘亲和爹爹 可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起大哥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他 也不知道他现在 萧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总觉得 他最近和以前变得很不一样 云彻 我也感觉到了 天下第七悠悠道 以前每次见到云大哥 都会感觉到一种很霸气 让人无比心安的感觉 但从金乌雷炎谷回来之后 每次见到他 总觉得他 心事重重 我大概知道原因 萧云忧心道 云大哥用尽全力 就回了我们的孩子 但他自己的孩子 如今应该已经五岁了 但他却连剑都没有见过 甚至连生死都 这一直都是他心中 最痛苦的地方 如今他就回了我们的孩子 却无法找到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大哥 也一定难受 还有自责到无法释怀 我嘴笨 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只能盼望大哥 可以早点走出来 云大哥的话 一定没问题的 天下第七 信心十足的道 默默看着夫妻二人走远 云彻默叹一声 原来我已经害得 很多人为我担心了 看来的确必须 好好调整状态了 也不知道 原霸现在怎么样了 在薛原问天眼中 仅有的几个潜在威胁 下园霸是其中之一 以轩辕问天 以明显被扭曲的性情 身在天旋大陆的下园霸 避遭他的魔爪 希望他能化险为一霸 云彻闭上眼睛 意识沉入了天毒株的世界 碧绿色的世界一片安静 显得红儿的酣睡声 格外清晰 红儿 起床了 云彻来到床前 拍了拍红儿的小屁股 这个玉床本是莫莉休息的地方 自从红儿到来后 就被他全天候霸占 毕竟他基本 除了吃就是睡 有时被召唤出来 也是在剑中酣睡 打上半个时辰 都不一定行 嗯 红儿被云彻很轻的一巴掌拍醒 他睁开眼睛 傻萌萌的道 主人 人家正做一个很好吃的梦 为什么要忽然吵醒人家 哼 好吃的 梦 红儿 你莫莉姐姐 是不是留了一个东西 在你这里 让你交给我 就是他离开的时候 云彻扶正他娇小的身躯问道 嗯 红儿眨了眨睡眼 小手拽了拽朱红的头发 忽然一脸委屈的道 不知道 人家现在肚子饿 什么都想不起来 哎 可以紧耗人民币百分号 云彻一伸手 抓来两把通体晶莹 释放着王璇气息的长剑 好了 吃吧 哇 谢谢主人 红儿睡意全无 双眼发亮 一把抱过两把王璇镜 嘴巴大大的一张 随着嘎嘣一声 一个齿状缺口 出现在了比玄铁还要坚韧的剑身上 虽然早已习惯了红儿牙齿的可怕 但每次看到 依然深感心惊胆战 随着红儿的狼吞虎咽 一转眼的功夫 两把王璇剑 就被红儿吃了得干干净净 连点碎渣都没剩下 他满足地拍了拍丝毫没有变化的小肚子 忽然间声道 想起来了 莫莉姐姐要我把这个东西给主人 红儿小手一抬 捧起了一点明亮的白芒 云彻嘴唇微动 伸出手来 将白芒轻轻地拿在手中 顿时 一段来自莫莉的声音 从白芒上传来 响起在她的心海之中 云彻 当日重塑身体 我借用了你的三滴精血 并承诺 会给予你一滴心神血 作为补偿 现在 我依照承诺 将这滴心神血赋予你 心神之力的炼化 需要极其特殊的方式 以你之力 无法炼化其中的神力 但它可以数倍地弥补 你因失去三滴精血 而损失的受缘 如果我已无法留在你的身边 那么 这滴心神血 就是我留给你最后的礼物 云彻愣愣地 看着手中的白芒 心神血 这是属于莫莉的精血 她一时朦胧间 缠绕着白芒的心神血 忽然飞离她的掌心 一直飞向她的眉心 然后强行融入到了她的身体之中 云彻的意识 瞬间脱离了天毒株的世界 与此同时 一股似温暖 又似冰冷的奇异感觉 从她的眉心为起点 快速蔓延至全身 她连忙坐起身来 凝聚精神 开始吸纳心神血 短暂的不适感过去 心神血 逐渐完全融于她的身体 她的无感 开始变得更加清明 全身涌上了颇为澎湃的元气 体质隐隐有了一种增强的感觉 但除此之外 她的旋气毫无变化 就如茉莉的声音所述 她可以大幅度增加云彻的寿源 但对她的旋力 却基本毫无提升 心神血 完全融入身体 云彻睁开眼睛 全身 还有心中 都涌上了一股深深的温暖感 她抬起头 看着远方轻轻自语 莫莉 你留下这低心神血 真的 只是为了补偿我吗 轻语间 她的嘴角微微 带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苍云大陆 扶苏国江东狱 太苏山下 一大片竹林 从太苏山脚 一直蔓延到遥远的 太苏门南门 竹枝茂密 远远望去 浓郁的翠绿色 充斥了整个视野 平日里 这里摇摆的竹叶 总会带起清新到几点的清风 让人心旷神怡 似乎连心灵都在被轻柔的洗涤 但今天 来自竹林的风 却带着刺鼻的心血气息 擦 随着一道毒辣的刀光 蟹剑飞射 一个高大的人影 重重地倒下 她的身边 已是堆满了尸体 老贱 苏恒山扑了上去 抱着男子的身体 瞪大的双眸中 满是血泪 最后一个坚守在她身边的人 也倒下了 她脚下的土地 周围的竹叶都已被鲜血染红 尸体铺满了整个视野 而这些 都是用生命挡在她面前 也捍卫着太苏门最后尊严的人 如今 除了她自己 他们全部倒下了 门主 快 高大男子痛苦地呢喃 然后闭上眼睛 彻底地断了气 老贱 苏恒山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 全身因痛苦和怨恨 剧烈地颤抖着 呵呵 我亲爱的父亲 你太让我失望了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将苏恒山围在中间 他们有的人穿着太苏门的衣着 有的人则是一身黑衣 赫然是黑木牙的着装 而站在最前方的 却是苏恒山唯一的儿子 苏昊然 你可是答应我们只要 放铃儿走远 就会把质宝要是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结果却出而反而 不知死活地顽抗 白白害死这么多人的性命 则则 好歹都是我的长辈和同门啊 着实是让人不忍啊 苏昊然一脸身为掌控者的傲然淡笑 脸上却又哪有一丝的不忍 三长老苏恒月 太长老苏旺基都在场 甚至还包括黑木堡的黑木青牙 他们都是面露冷笑 但站位 却都是站在苏昊然的后方 在后方 是黑木牙的人 以及 整整八成太苏门的弟子 跟随苏恒山的太苏门弟子 只有可怜的两成 如今已全部惨遭屠戮 你 你这个畜生 苏恒山转过身 颤抖的手指指向苏昊然 血童之中 是无尽的悲怅和悲哀 我这些年 处处提防苏恒月和黑木堡 没想到 却是你这个畜生 可 嗨嗨 苏恒山身体摇晃 口中咳出大片的鲜血 嘿嘿 苏恒月冷笑道 浩然可比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废物强太多了 搭上 七星神府 这座大船 我太苏门 便可瞬间如日中天 整个扶苏国 无人敢欺 而若是浩然被收为七星神府的弟子 则则 那可不仅仅是光宗耀祖那么简单 嘿嘿嘿 黑木青牙满眼快一家怜悯地 瞥了苏恒山一眼 向苏浩然捶手道 少门主 待日后入了七星神府 还请不令稍加提携 哈哈哈哈 苏浩然傲然大笑 得意洋洋 那是自然 若不是黑木堡主 本少又怎会有机会 得到七星神府的青睐 苏恒山 苏浩然直呼其名 所有不识台具的人都已经死了 你还是尽早 乖乖地把质宝钥匙交出来 免受更多的苦 毕竟嘛 折磨自己的父亲 可是要妖兽的 你这个孽畜 你们这群畜生 我就算死 你们也永远别想得到 至宝钥匙 苏恒山恶狠狠地道 他手里死死抓着燃血的剑 全身释放着惊人的煞气 你们总有一天 会得到报应的 报应 苏浩然眼睛一眯 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所说的报应 该不会是指那个 叫云彻的人吧 则则则 真是悲哀 做了六年白日梦 居然到现在都还没醒 说起来 我还专门让七星神府的人 打听过 云彻和夏清月这两个人 结果 那个层次 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名字 一也就是说 他们当年连告诉你们的名字 都是假的 你居然还在梦想着他 真的会回来娶灵儿 哎呀 也真是难为我那可怜的妹妹 吃吃等了六年 神府使者道 这时 一声低沉的呼喊 从后方传来 短短五个字 却是让在场所有人 脸色猛的一变 与此同时 一个人影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了苏浩然的身侧 他面孔冷峻 全身黑衣 胸口纹着交错的七颗星辰 看到这个人 所有人如见真神降临 全部慌不叠地拜了下去 拜见神府使者 嗯 神府使者 鼻孔无力地出了一声 算是回应 神府使者 浩然不知 您老忽然到访 有失远迎 还请赎罪 面对黑衣人 苏浩然先前的张狂 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剩满脸的惶恐不安 哼 神府使者冷哼一声 扫了一眼苏恒山 他就是那个苏恒山 是是是 神府使者 果然目光如炬 苏浩然迅速拍马屁 啊 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都这么狠辣 果然是个办大事的人 神府使者 不嫌不淡地笑了一声 听不出是夸赞 还是嘲讽 谢 谢神府使者夸赞 能为神府笑命 是浩然三声之行 苏浩然小心翼翼 他身后的苏恒月 黑幕青雅等人 也都是深深低头 大气都不敢喘 东西呢 神府使者冷声道 啊 苏浩然心中一慌 满头大汗的道 我们已搜过整个太苏门 都没有找到 唯一知道至宝钥匙的 就只有 只有他 哼 神府使者目光一冷 人都已经抓到眼前 这么多人却逼不出一个东西来 真是一群废物 苏浩然喉咙狠狠孤度了一下 连忙道 他 他原本答应 只要放他的女儿远离 就会把至宝钥匙交出来 没想到 他却忽然出而反而 不过 请神府使者放心 他人已落在我们手中 要逼出至宝钥匙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他的女儿 神府使者眼睛一眯 哼 既然他这么在意他的女儿 那就把他女儿抓回来 到时候 看他还能不能嘴硬下去 苏浩然眼睛一亮 连声附和 神府使者英明 浩然这就派人去把苏林儿抓回来 重伤的苏恒山听到此言 顿时如一头绝望的怒狼 怒吼道 你们这群天杀的畜生 如果敢伤害灵儿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等等 神府使者忽然一抬头 眼神陡然变得冰冷和危险起来 那至宝钥匙 极有可能就在他女儿身上 啊 神府使者的话 让所有人心中一惊 苏恒山更是脸色骤变 而他脸色的变化 清楚地落在神府使者的眼中 他脸色一阴 低沉道 你们真的 把那个苏林儿放走了 没有派人暗中跟着 这 苏浩然彻底慌神 哆哆嗦嗦地道 苏林儿只是 只是一个没用的黄毛丫头 我实在没想到 苏恒山会把那么重要的东西 我 我这就派人去吧 哼 不用了 一群没用的废物 神府使者转过身去 面向空荡荡的竹林低声道 出动所有人 加令扶苏国皇室 和所有门派 封锁整个扶苏国 掘地三尺 也要把苏林儿给我找出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空荡荡的竹林深处 传来一声低沉的回应 本章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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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